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60万平方公里孕育造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 这里我们要说一个叫沛县的地方 沛县今天属于江苏省北部 这里有众多的大小河流 如果站在这块土地上瞭望 你就能发现千里沃鱼野的奇妙景观 那恰似雨点飞溅又如月边亭云 沛县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在这单单提到沛县这个地方呢 是因为这个地方在中国历史上 出了一位流传千古的大人物 他的名字叫刘邦 大汉皇朝的开国皇帝 大风起戏云飞扬 威加海内戏归故乡 安德蒙世戏守四方 这是刘邦所作的大风歌 刘邦的故事千回百转 荡气回肠 他是一个痞子 却能网罗五湖四海的江湖豪杰 跪起麾下 他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 却偏偏能在乱世当中 把江山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 他又是一个风流多情的情圣 到处撒网收获美人的芳心 江山 英雄 美人 那一页浩瀚的历史 谱写着怎样的动人篇章呢 故事从公元前247年 二月初八的那个早上开始 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 在沛县一个叫中阳里的小山村 农民留职家的妻子王寒史 生下了一个男孩 这个男孩就是后来赶叫日月 换新天的刘邦 这原本是一年365天当中 一个很普通的早上 因为刘邦的出生 却变得非同寻常了 这刘邦一生下来 不但体重超出了寻常婴儿几倍 而且他的左脚上 有许多颗的小黑痣 密密麻麻一溜地在脚上排着 把他爹刘芝加 先是吓了一跳啊 随即心里嘀咕 这 这怎么就生了一个怪胎呢 对于这个老实巴交的 庄家翰来说 他已经有两个儿子了 对于第三个儿子的出生 他已经没有了 出为人妇的喜悦和兴奋 生一个女儿 才是他想要的结果 虽然是略微感到有些失望 可他眼睛却始终盯在 婴儿脚上的那一排黑痣上 他有些好奇 就仔细地数了一下 这婴儿脚上的黑痣 不多不少 正好是七十二颗 别看这七十二颗痣 黑不溜秋的毫不起眼 甚至有点让人生厌 很讨厌这玩意儿 可是就是这七十二颗黑痣 却给刘邦日后的发迹 带来了非一般的感觉 七十二 在古代一直都是一个神秘的数字 从那个时代 在稍微往前一点的战国时代 那个时候的阴阳论当中 把万物归结于金木水火土 这五种物质的五种物质 按照这种学说呢 七十二这个数字指的就是土 当时的色彩分为青黄赤白紫 这五色和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相对照 土对应的是赤 各种演变也是极为复杂 你要有兴趣啊 可以找找这方面的书来看看 刘邦的脚上有七十二颗黑痣 七十二在阴阳五行论中属土 而土又等于赤 这就是刘邦后来自称是赤地化身的全部依据 古人可以把一些人 从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事物 结合的是天衣无缝 从这一点来看 也不得不令人佩服 不管这其中牵强杜撰的成分有多少 总之吧 刘邦的出生是非常寻常 是惊世骇俗的 可惜当时他爹刘之家 还不知道这个儿子刘邦就是赤龙化身 他看着这个眉毛很浓 眼睛很大 鼻子很高 耳唇很厚的男孩 心里边还在嘀咕 这儿子 他一点也不像我嘛 过了好半天呢 他把目光又回到了妻子王罕史的身上 夫妻俩是相对无言 对于他们来说 心有灵犀一点通 早就已经心照不宣了 的确 这个孩子从怀孕开始 就充满了传奇色彩 据史书上记载呢 刘邦的出生 跟他的母亲王罕史 去了一趟娘家有关 对于女人来说 家人之后回娘家 是天经地义 也是理所当然的 当时刘之家的家境并不太好 还处于温饱挣扎线上 已经生了两个男孩的王罕史 没有多少时间回娘家了 那问题是 女儿是老母心头的一块肉 你不回娘家 并不代表老母亲 她就不想你 于是呢 老母亲就装病 找女儿回来 这古往今来啊 大凡是孝子孝女 一听父母病了 肯定会急着往家里边赶 什么 我娘病了 那一听到信 王罕史没辙了 只好回娘家 一进门就抱着 好久不见的老娘 狠狠地下了一场及时雨 可伤感了好一阵才发现 情况似乎有点不对啊 抬起头来 王罕史发现老娘正微笑着 看自己呢 嘴角还露出一丝脚狭的笑意来 王罕史也不傻 马上就明白 自己啊 被老娘给忽悠了 其实这也不怪她老娘 女儿就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 要向九不思娘的儿女回家 脱病是最常见 也是屡试不爽的一招 随后的事情就是 茶也喝了 饭也吃了 天也聊了 这么一折腾就是下午了 王罕史终究放心不下 自己的两个儿子 于是向老娘 抢挤了一把眼泪 就匆匆地往回赶 就是在回家的路上 发生意外了 那个时候交通不发达 什么摩托车 汽车 火车 飞机 通通都没有 除了当官的 或者有钱的人 骑马坐轿以外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最实在的交通工具 就是自己的一双脚 王罕史乃是一介女流 很少走这么远的路 她走着走着 就累得走不动了 于是坐在大泽边上的 一棵大柳树底下歇一会儿 也许实在是太累了 小风这么一吹 她不知不觉的 就进入梦乡了 事啊 坏就坏在这棵大柳树上 据事后来寻找妻子的 刘芝佳的说法 她走到大泽边时 远远就看见了 惊人的一幕 天空先是乌云密布 然后是密布乌云 先是电闪雷鸣 然后是雷鸣电闪 总之在天昏地暗 由地暗天昏之际 一条巨大的赤色蛟龙 就罩在了妻子的身上 请注意 这条龙是什么颜色的 赤色 也就是和后来刘邦脚上的 七十二颗黑痣 推算出来的结论是一致的 总之一句话概括了 王涵史从这以后 又怀孕了 公元前247年2月初八 我们的刘邦同志诞生了 蛟龙缠身而运和七十二颗黑痣 刘邦一出生 就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 七十二颗黑痣可能是有的 但蛟龙缠身却太过离谱了 可惜当时也没有什么DNA鉴定 所以说呢 刘邦的身世就成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谜 在现代词语当中 有一句常用的 赶鸭子上架 什么意思呢 那意思就是 逼着别人去做 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在刘邦七八岁的时候 对这个词他就深有感触 小小年纪的刘邦 这时候已经是声名大振了 究其原因也没有别的 魅力使然 您想啊 一个七八岁大的孩子 今天偷邓家的东西 明天摘李家的东西 后天打孙家的狗 打后天碾王家的鸡 不明生大振那才乖了呢 也正因为如此 刘家的破猫屋前 每一天都是门庭若市 为此刘老爹没少伤脑筋 骂他 左耳进右耳出 打他 好了伤疤忘得疼 打骂都无效 刘老爹这两招 看家的本领失灵之后 他实在没辙了 只好用刘氏三班府中 最后一招 交 他一咬牙 很痛苦地来了一句话 你小子 读书去 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 从这一点来看 刘老爹还是比较 深明大义的 当然了 刘老爹说完这句话 就痛苦了好一阵子 毕竟 他们村子里边没有老师啊 要从外地请一个老师来 得花不少银子 不过 他的疑虑很快就得意解决了 原因很简单 村子里唯一的一个地主 卢老地主的儿子卢婉 也到了上学年龄了 提到卢婉 有必要简单看一下 他的个人资料 男 中阳里村生人 公元前247年 二月初八生 诶 这听着怎么卢婉的出生日期 这么熟悉呢 细心的朋友 肯定会察觉什么了吧 不错 卢婉出生的这一天 正是刘邦真龙下凡的这一天 如果卢婉不是幸运的 跟刘邦生在一个村子 而且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或许啊 他就是历史上一个 毫不知名的匆匆过客 然而 幸运女神会顾了他 从而注定了他的一生 也将不平凡 去寺庙上乡拜佛的乡客 常说沾沾仙气 那就是这个意思 既然刘邦的出生是真龙下凡 同一天出生的卢婉 自然也不会差了 因为阶级地位和身份不同 卢老弟主以前很看不起 处于贫苦大众的刘老弟 但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这一天听说 两家都生了一个儿子 他竟然不顾自己高贵的身份 提着鸡蛋和礼品 主动就去了刘家 两家从此结为了百年之好 刘邦和卢婉 自然从小也就成了铁哥们 提到读书的事 如果该出手时不出手 那卢老弟主就不是卢老弟主了 他拍着胸脯对刘老爹说了 学费我全包了 叫你们家小三子来上学就是了 小三子就是刘邦 因为他上边有俩哥哥呀 他排行老三 天底下还有这种掉馅饼的好事 穷苦了一辈子的刘老爹 那感动的差点就没跪在地上磕头了 既然学费有人包了 一个去上学也是上 两个去上学也是上 那就让刘娇也去吧 刘娇是刘老爹的第四个儿子 比刘邦就小了两岁 一听可以上学了 抱着自己的老爹是又亲又啃 要不是一边略有吃醋的 母亲强行抱开 那就怕没完没了了 但是刘邦和刘娇的反应 却有着天壤之别 他哭丧着脸 当然不乐意了 他的孩子王当得正好好的呢 凭什么就让他光荣下岗啊 可胳膊扭不过大腿呀 刘邦几次抗议无效之后 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上学就上学吧 有卢婉在也不寂寞了 刘邦反过来还这么安慰自己 教书的先生姓王 具体的姓名 咱们已经没必要去调查了 我们姑且叫他王老先生 当时的学生只有三个 刘邦 卢婉 刘娇 一个先生只教三个人 那不是古代才有的事 就是现在很偏僻的山村里边也有 前不久在一张报纸上就看到了 某一个偏僻山庄 一位年纪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 放弃城里任职的好机会 守在那个穷山沟里当老师 他的学生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 最少的时候只有两个 很难想象啊 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在最美好的豆蔻年华 却甘愿在一个穷山沟里边 伴随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 在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他是从山沟里边走出来的 他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让更多的孩子走出那个穷山沟 多么感人的话呀 多么平凡而伟大的姑娘啊 当然了 这位王老先生肯定没有这么伟大 卢老弟主提供的年薪要放在今天 那足以让博士博士后都为之心动了 王老先生不心动才怪呢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考证 卢老弟主 每年究竟给王老先生多少钱了 只是如果王老先生临终前要知道 自己为此至少折了十年的寿命 他一定会后悔莫及了 是生命重要还是钱更重要呢 刘邦和卢婉从上学第一天 就没少让王老先生上脑筋呢 最开始 王老先生的惩罚不外乎是罚战罚超书 或者拿着打戒指打手心 可毕竟是拿人家的手短 吃人家的嘴软 雷声大雨点小 那挥得高高的戒齿落到孩子的手上时候 已经变得像挠痒痒似的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 每次罚过打过之后 刘邦和卢婉依然是我行我素 大有把革命进行到底的英雄气概 有时候王老先生忍无可忍去兴师问罪 可看到双方父母那热情的招待 画到嘴边又打住了 是啊 万一他们听到了儿子的斑斑劣迹之后 不让儿子上学了 那不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吗 有一次 俩人在上课时间又脚底下抹油开溜了 王老先生这次手下不留情了 拿起戒齿 罩着两个人的屁股使劲地打 据事后刘邦和卢婉说 这次打屁股是王老先生下手最重的一次 以至于勇敢的刘邦第一次流下眼泪来了 婉婉呢 你看看我的屁股有没有被打出血来 要是有啊 我一定叫这死老头血债血偿 刘邦擦了擦眼泪 把裤子涂下来了 血倒是没有 不过 这时候卢婉原本清修的脸上也变得铁青了 刘邦那句血债血偿让他有点震惊 所以呢 他不敢真说刘邦屁股上有流血 刘邦一发威就跟山中的老虎似的 有什么呀 你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的 啊 左边屁股打出几条血痕来 对 是三横条一竖条 正好是 是个王字 啊 真这么巧吗 刘邦一听 满脸的愁云就消了 来 我看看你的屁股 刘邦一看卢婉的屁股 啊了一声 刘邦这么一叫 吓得卢婉七魂丢了三魂啊 怎么了 难道我屁股上也有个王字 王字倒是没有 你右边屁股上有个长方形的红块 你知道像什么吗 像一块地啊 这是老天的预兆啊 意思是说将来我要做王 而你做将做猴有很多的地来封啊 刘邦煞有解释地说着 两个人是小眼瞪小眼瞪了半天 随后是相识大笑 王老先生这一打 居然打出这样的事来 看来打屁股的水平也一流 刘邦和卢婉被打得皮开肉战 却还得感谢他 就这样 革命和反革命压迫与反压迫 刘邦卢婉和王老先生 进行了近十年艰苦卓绝的不懈斗争 十年后 也就是在刘邦十八岁的时候 他们终于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王老先生尸骨未寒 刘邦和卢婉就把书本典籍 全都一把火烧了 从此 开始了他们没有束缚的全新时代 流氓时代 江山代有流氓出 各领风骚数十年 流氓这个词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呢 我不知道 所以也不敢妄下结论 如果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流氓原本是指无业游民 后来是指不务正业 为非作歹的人 这后一个含义应该是白话文以后出现的 而在七八十年代人们通常所说的流氓 特指男女之间性关系上有问题的人 和流氓有关的一个词是耍流氓 但耍流氓并不是戏弄流氓 而是流氓戏弄别人 流氓的常用词语是 我是流氓我怕谁啊 在咱们中国古代 有三大顶级流氓 吕不韦 刘邦 曹操 吕不韦是当时出名的商人 他最拿手的本事 就是用金钱和美女腐蚀国家干部 再利用他们来为自己服务 可以说吕不韦的糖衣炮弹公关思想 形成了后来流氓的核心思想 这一点 现在的一些腐败堕落分子 就做得很好 坚决贯彻了吕氏流氓精神的精髓 至于曹操呢 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 我也讲过曹操大传 后人称曹操为奸雄 他的思想精髓是 宁可我父天下人 不可让天下人负我 由此可见 他的流氓精神理论 又朝前卖了一大步 大有炉火纯青之事 在这儿 我们重点来说一说 刘邦的流氓生涯 不读书了 刘邦带着铁哥们卢婉 是整天的在外边鬼混 在沛县 无论是大街小巷 还是山村田野 大凡有刘邦在的地方 卢婉就都会像一条狗似的 跟在他后边 用四个字可以来形容他们 形影不离 此时的刘邦相貌堂堂 方脸宽额 鼻正口风 更让人惊讶的是 他的身高已经达到七尺八寸 在秦朝时候的尺 一尺是二十三厘米 八尺就是一米八五左右 这对于体格普遍矮小的江南人来说 他这个身高 那已经是鹤立鸡群了 他没像武林高手一样 通过拜师学艺 但是打架的本事却很大 这都和他天生高大有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 刘邦还有一个小名 叫刘济 这个济是四济的济 四济的济呢 在古词当中是最小的意思 刘老爹当时以为啊 他是自己最后一个儿子了 就给刘邦取了这么一个名字 其实刘老爹 把四个儿子的名字 都取得很有特色 大儿子叫刘伯 伯最大嘛 二儿子叫刘仲 仲在中间 就是中间的意思 伯仲济 那么三儿子刘邦就是刘济 所以他第四个儿子出生之后 他只好给这个儿子 取了一个交字 交往的交 就是最末的意思 刘邦一踏入社会 就觉得刘济这个名太俗了 像个文走走的女孩名 跟自己那高大威武的形象 一点都不般配 别看刘邦平时没怎么好好读书 但是关键时刻脑袋瓜还是挺灵的 他大手一挥 自己的名字就从刘济 变成了刘邦 邦 在方言里边是哥哥的意思 所谓刘邦就是刘哥们 出来混着嘛 都得讲究哥们意气 这个名字正好和当时刘邦的流氓形象相符合 可以说刘邦这次改名还真是神来之彼 从此配线的黑帮当中 又多了一个叫刘邦的重量级人物 养了个儿子当流氓 为这刘老爹是没少哀声叹气 但是刘邦依然我行我素 凭着一双铁打的拳头 不出几年 就成了配线一带的小霸王 小霸王威风无限 而此时真正的西楚霸王 还在地上摸鸡屎玩呢 光阴荏苒 十多年的流氓生涯匆匆而过 刘邦表现得果然和寻常人不一样 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大青年 却还是光棍一条呢 这时候刘邦的人生格言是 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值得赞扬的是 刘邦真是实行晚婚晚遇的典型模范 在那个早婚早遇的时代 像刘邦这样的超大龄青年 就显得有点异类了 烟雀安置 红虎之之灾 面对众人一样的眼光 刘邦却是毫不在乎 是啊 别看当时刘邦就是一介流氓 但他有着远大的抱负和理想 先创业 后成家 这一点 刘邦就是一个好榜样 见刘邦是迟迟的都没动静 刘老爹就发出这样的感慨来了 生儿生儿 都说生儿子好 我看还是生女儿好些 人家闺女门前都争着去说媒提亲 这倒好 我家小子倒贴送上门去也没人要 这是什么世道啊 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当然了 刘邦晚婚跟他的眼光和抱负有关 但这并不代表他在外边就没有女人了 相反 他的女人还多的是 这里就简单介绍一下 他的第一个女人 刘邦的第一个女人是一个寡妇 这个寡妇也姓王 跟刘邦他娘一个姓 三十来岁就没了丈夫 一个人含辛茹苦地领着一对儿女过日子 维持生计的就是丈夫生前留给他的一个小酒店 在前头我们已经说过了 刘邦同志整天地在外边鬼混 因此 去酒店就成了他每一天的必修课 而王寡妇家的酒店是他们村子唯一的一家酒店 刘邦自然也经常光顾 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 而颇有几分姿色的寡妇门前是非就更多了 身边没有了男人 对于店里的客人 只要不是太过分的骚扰 王寡妇一般是不会介意的 当然 多半也是敢怒不敢言 但事呢 往往就有意外 有那么一次 一个在当地也算是有头有脸的 大叔级别的人物 多喝了一点酒 喝酒除了花却身上多余的银子 减轻身体负担之外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适当的时候 可以装疯卖傻 那位大叔就是这样的 借着酒劲 他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先是一把握住寡妇那只 前来真酒的白白嫩嫩的手 众人是一阵哄笑 这种举动不足为奇 也许是众人的笑声 刺激了这位大叔 总之啊 他的动作进一步展开了 一把抱住了寡妇 然后用那满嘴油腻 充满酒气的大嘴 就迎上了那片鲜红欲滴的嘴唇 那王寡妇自然是又惊又羞又恼 挣扎着反抗 不反抗倒也还责罢了 越是挣扎那位大叔 他就越兴奋 总之他的动作就进一步升级了 他在疯狂地吻着寡妇嘴唇的同时 是手脚并用 开始撕扯他身上的衣服 直到这个时候 众人才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一个个惊得是目瞪口呆 那空气就好像凝固了似的 不过 但凡这样的故事 都会有一出英雄来救美的好戏 说起来还真就来了一位 没错 就是我们说的刘邦同志 刘邦也不愧为当地的小霸王 出手的时机 出手的火候 都掌握得炉火纯青 卢志深拳打阵关西的时候 就用了三拳就把人给活活打死了 而咱们的刘邦同志更厉害 只照着那位大叔的肥头油面 一拳下去 那个人就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是血流如注 再也爬不起来了 接下来的故事就有些老套了 这一拳打下去 就擦出了爱的火花 没多久 王寡妇就一身相许了 救了美人之后 通常情况 就能得到这样丰厚的回报 难怪古往今来 英雄救美的故事层出不穷啊 刘邦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是 第一次从王寡妇家出来的时候 读了近十年书 却只懂得人之初性本善的她 居然站在山矿之上 大声吟诵 官官居旧在河之舟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后来当了皇帝的刘邦 荣归故礼那天 已经是白发苍苍的王寡妇 默默地站在人群当中 当她那松树皮式的脸上绽放出 灿烂如雪的笑容 那双早已干涸 深陷的双眶突然水汪汪的明亮动人时 我们就不难发现 其实这个女人 一直都深爱着刘邦 从这一点来看 刘邦同志当年不仅得到了她的人 更得到了她的心 因为刘邦在外边混讲义气 三教九流的人都很乐意跟她来往 连县衙门的一些父母官也跟她有交情 萧和就是刘邦朋友当中很特别的一个 萧和是封义人 自小是宝都师叔 出生于地主之家 在沛县衙门做利传 官职呢 就相当于现在的司法兼警察科的科长 因为他办事公正 为人正直 深受沛县人的称赞 干脆到朝廷当官去吧 我帮你向上边推荐一下 沛县的县令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 发现了萧和的非凡才能之后 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 可让县令感到意外的是 萧和居然想都没想 就拒绝了他的好意 并且郑重其事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 萧和的话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 第一 我的故乡是在这儿 我喜欢这一片热土 我舍不得这里的父老乡亲 我想一直在这里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为家乡人服务 第二 我并不适合做大官 在这里做点跑腿的小事还行 如果到上边去了 官场上的事我应对不过来啊 到时候生出一些是非来 追起源头 可能还会连累到县令您的头上来 县令一看萧和如此的淡薄名利 自然对他更加看重了几分 可是他哪里知道啊 以萧和的一双慧眼 他早看出秦王朝有迅速衰败的迹象 倘若在朝廷为官 只怕将来城门失火 殃及持鱼 更重要的是 这时候的他已经认识了一个人 一个很特别的人 一个脚上长着72颗黑质的人 那是一个天气很热的夏天 萧和跟县衙的几个小吏 到城外的护城河里去洗澡 按理说天气太热 去洗个澡也没啥 但关键是就在他休息的时候 躺在草地上的时候 他看见了一个左脚上 有几排黑质的人 为了弄清他脚上究竟有多少颗黑质 萧和就主动上前跟那个人聊天 哟 你不是萧大人吗 萧和还没说话呢 那个人就尽叫着坐起身来 哦 你是在下刘邦 就这样 萧和一边跟刘邦聊天 一边数他脚上的黑质 最后确定不多不少是72颗 萧和不由的大吃了一惊啊 在联想到熟读百家之书时 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传说 上古时期 五位主持天室的帝王当中 赤帝的脸上就有72颗黑质 这个人难道是赤帝的化身 萧和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这次偶然的机会相识以后 两个人就一见如故 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据萧和所说 当他看到刘邦脚上那几排 奇特的小黑质的时候 就断定了这个人 一定是非同寻常之人 以后沛县人常常看到 这样的一个奇怪情景 一位县内的当红高官 却常常跟在一位身份和地位 都和他有着天壤之别的 地痞流氓后边 而且丝毫不在乎他人的眼神 这跌破了许多人的眼镜 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 萧和的远见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后来才能成为 大汉朝的开国宰相 刘邦是幸运的 因为他遇到了萧和 萧和自己不愿意 接受别人的推荐 而他此时却主动 推荐起别人来 在他的帮助和努力之下 刘邦告别了 无业游民的身份 拿到了他人生中的 第一份职业 四水亭亭长 亭长相当于什么官啊 就相当于现在的乡长 也就是乡镇干部吧 秦始皇当初设立郡县制之后 又在县里设置了庭乡制 所谓的庭乡制 就是十里为一庭 十庭为一乡 每庭设有庭长 每乡设有礼政 那时候的庭长 不但管辖的地盘 有十里之多 而且管辖范围也很广 各种治安纠纷 以及外地流动人口 到本地的登记和检查 包括半个赞助证 当然 庭长还有一项 最为重要的职责 就是兼任十里之地的捕头 捕头在众武侠小说里边 都有详细的介绍 专门负责抓一些 干坏事的罪犯 比如说什么杀人犯 强奸犯 更有甚者 连当地的地痞流氓也得抓 岂用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 来管理流氓 这一举措 也算是开了历史先河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萧河 当时正好四水亭缺少一个亭长 机会来临的时候 萧河没让他浪费 他立刻向上边就推荐了刘邦 萧河是何等人物啊 连县令都敬他三分 由他做推荐 刘邦自然理所当然的就当上了亭长 刘邦接到的任职通知单 大概跟我们现在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差不多 大致意思是 尊敬的刘邦同志 经过我们严格的考核 你的成绩已达到停长级别的水平 其他成绩没有 流氓业绩确实已严重超标了 可录取你为四水亭停长 望你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 速来县衙门人事处报到 带足前者 一定要带足 杂锅卖铁也得凑上 可免带床上用品及其他生活用品 就这样 一个小小的亭长 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刘邦就从这里开始了崛起 刘邦当上了庭长之后 他的政治觉悟一下子就提高了很多 他推行了以蛮制蛮的政策 凡是在他管辖地盘上出的事 他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解决 很多人都是涉于他的淫威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就这样 没多久 刘邦就是名阳配县 这时候的刘邦 不但每个月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薪水 还能利用植物之变 结交更多上层的达管显贵了 县府里边除了萧和 刘邦又交了两个知己知心的朋友 曹灿和夏侯英 曹灿和夏侯英这两个人 都为刘邦日后大江山立下了汉马功劳 如果说以前的刘邦喜欢广郊五湖四海的朋友 那是他的天性使然 那么这时候的他 已经含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了 说到这儿呢 你可能有一点迷惑 咱们先来说一说 刘邦的一趟京城之行 他去京城了 有一天呢 萧和就急匆匆地来找到刘邦 语中心长地说了 老刘啊 有一件差事 需要你到京城去一趟啊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县衙里边 有人犯了法了 犯了法按法律办事 也是合乎常理的 但事难就难在 这个犯法的人 他不是一般的人 是县里边监狱厅的厅长 管罪犯的领导自己却犯了罪 知法犯法 按照现在的县法规定 罪家一等 可惜那时候 却不是这么来处置的 古代厅长犯法以后 县令毫生为难 于是就写了一封书信 决定派个人去咸阳 问一问最高法院 怎么来判这个事 县令自然叫萧和安排人选 萧和想来想去 他认为县衙里边的人 去办这个事呢 总有些不妥 就把刘邦给推进去了 其实萧和这么做 全是为刘邦着想的 一来 可以让刘邦提高一点威信 再怎么说呢 刘邦这番行动 也是代表配线人民去京城的 二来 可以让守在沛县 这个巴掌大地方的刘邦 去外边见见市面 增加点见识 顺便了解一下官场 事实上 萧和的确是料事如神 刘邦的这一趟京城之行 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倒不是说刘邦又得到什么高官重臣的青睐了 要提拔他连升三级 从此青云之上 但比升官更为重要的是 从这以后 刘邦有了远大的理想 所谓的理想 就是奋斗目标 没有奋斗目标的人 将注定他的一生是毫无作为 碌碌无为的 流氓时代的刘邦 他的理想是每天有吃有穿 能多泡几个寡妇 而官吏时代的刘邦 他的理想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 当时秦朝的首都在咸阳 刘邦马不停蹄地赶到咸阳城之后 把文书交给了当地的最高法院 屁股还没坐稳呢 就逛街去了 反正这个事的处理结果 跟他也没多大的关系 可是刘邦出去这一逛 却遇到了一件天大的事 他见到秦始皇出巡了 在雷鼓升天中 众人是迅速地站成了两排 无论男女老少 都齐刷刷地看着 缓缓而来的一队人马 首先映入刘邦眼中的是 一面迎风飘斩的黄旗 后面是一群训练有素的仪仗队 此时那仪仗队是无声齐名 仪仗队后边 是一队雄啾啾气昂昂的护卫队 再后边 才是秦始皇乘坐的 豪华的令人叹为官旨的 黄金马车 红旗 仪仗队 卫士 黄金 对于刘邦来说 只恨他娘亲 没多给生几双眼睛出来 皇帝陛下 皇帝陛下 所有人全都跪在地上 是呼天喊地 刘邦还没能够从震惊羡慕当中 回过神来嘛 那双腿早就不听使唤的 随着众人跪倒在地 过了好半天 他说了一句话 一句石破天惊的话 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啊 大家得注意一下这句话 对于刘邦这样一个出口成脏的地痞流氓来说 在这个时候 这种情况下 能说出这么有水准的话来 那实在是太难得了 难怪后来人把他这句话 称为刘邦一生当中最含蓄的一句话 也是刘邦最为经典的八句话之一 就这样 为了这句话 刘邦的内心产生了波动 回到沛县之后 中阳里是一切如故 房子还是那么破烂 道路还是那么窄小 驴马还是那么瘦弱 女人还是那么吐气 刘邦心里边不由得愤愤不平啊 同样是地方 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从这以后 刘邦不再满足于逍遥快乐的混日子了 他利用他超强的交际能力 开始广交江湖豪杰 后来刘邦打天下的时候 麾下的精英人物 差不多包罗了三十六行中形形色色的人物 萧和 曹三是小县力 张尔 陈瑜是李门坚 彭越是个强盗 樊快是土狗猿 琼步原本是囚徒 夏胡英是马夫 周博是吹鼓手 韩信是个乞丐 陈平倒扫受金 由此可见呢 刘邦不拘小节 无论是不是三教九流的人 只要是人才 他都会去结交 五人云天时地利人和 此时只是个小小亭长的刘邦 没有天时也没有地利 却有了人和了 而这种和平时期的真实情义 就成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后来 瞬息万变的楚汉战场之上 一个将领的背叛都可能是致命的 但和刘邦一起起义的兄弟们 却没有一个背叛他 这也是他能打下江山的重要原因 就在刘邦事业上有所成就的时候 爱情的丘比特之剑也射向他了 这天 佩仙来了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 姓吕 大家都叫他吕公 据说这个人是齐鲁大帝 一个叫善富的地方上的大地主 可谓是富甲一方 但因为乡里边的一个恶霸 非要强占他的一块风水宝地 惹出了一段带血型的风波来 万般无奈之下 吕公就居家迁到了沛县 县令一听说吕公来了 竟然是亲自出来迎接 招待好之后 二话不说 给吕公建了一座豪宅 这位吕公究竟有什么能耐啊 居然让县令如此特别的关照呢 原来啊 他是县令的救命恩人 县令小时候很是贫寒的糗事 这也就不多说了 反正当时作为邻居的吕公 给了县令无私的支援和帮助 滴水之恩当一涌泉相报 有了县令的帮助 吕公的豪宅很快就建成了 县令为了吕公的事 安前马后的也费了不少的财力物力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没有苦劳也有疲劳 虽然说吕公几次送去大礼 要感谢他 但他都拒绝了 他拒绝吕公的原因 不是他多么连接奉公 两袖清风 他是不好意思要恩公的礼 恩公的礼不收 那别人的礼还是收的 要不然他喝西北风啊 他脑子一转 居然发明了一个叫请柬的东西 请柬这东西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现在结婚啊 过生日啊等等的 都会发请柬 来请亲朋好友 一起喝几杯 县令当时有自己的如意算盘 名义上是请沛县各名望之士 来吕家喝乔迁之喜的酒 实际上是叫他们主动过来 表示表示 试想啊 人家瞧钱之喜 你会空着手来吗 吕公收到钱之后 自然就会来孝敬他了 到时候 他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收下了 这县令果然是料事如神 接到县令发的请柬之后 地方上的官员 以及名望之士 自然不敢怠慢 于是乎 吕公乔迁的那一天 是鹤鹤如云 而且每个来吕宅的客人 都提着背着或抬着 一个重重的箱子 箱子里边什么呀 为什么这么重啊 那都装满了 白花花亮晶晶的银子 萧和虽然不是什么 攀龙附凤之辈 但县令的面子他总得给呀 心思缜密的他不但是自己去了 还及时地通知了刘邦 萧和当时心里的想法就是 这小子早晚要出人头地的 他要想早一点 那就必须结交一些官场上的大人物 去就去 刘邦大有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的气势 当然 跟别人不一样的是 别人都是提着大箱子去的 而他却只带了一颗红心 两袖清风 其实在这儿咱们不说 大家也都明白了 那经常吃喝嫖赌的刘邦 那点薪水 哪经得起他的汇货呀 到了吕宫的宅院门前 一看那宅院的规模和气派 刘邦就傻了眼了 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又来到咸阳城了呢 门庭若逝 贺客如云 那是怎样的一幅壮观景象啊 更让他惊奇的还在后边呢 当他看到在厅门前 那帐房先生所陈列的贺礼的时候 顿时间惊得他是目瞪口呆 只见那张大礼单上 都是一千罐以上的重礼 多的有三千的 五千的 八千的 还有送珊瑚珍珠 奇珍异宝的 总之啊 当时刘邦在心里边 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但这礼单 只怕够全沛县人民 吃上好几年的了 那两手空空的刘邦 心里边就有些发虚了 略带尴尬呀 他真想打退堂鼓了 回去算了 可是呢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他又不愿意 这么灰溜溜的走 我是流氓 我怕谁呀 他也不知道 从哪来的勇气 转身抓起 帐方先生手中的笔 在贺单上 潇潇洒洒地 写下一行 东倒西歪的字来 贺礼一万钱 刘邦 那帐方先生 用崇拜的眼神 看着刘邦的时候 正在厅中接待贵宾的旅工 一听说财神爷来了 赶紧就出来相迎 两个人虽然素不相识 但此时又是抱拳 又是拉家长 那家势 就好像认识了好几年似的 金钱的效力 果然非同翻详 随后 刘邦就大大咧咧地 坐在贵宾席的首席之上 弄得一旁的萧和也惊讶不已 这小子从哪儿 弄来这么多钱呢 但世界上的事 就是这么富有搞消息 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氓 居然脸不红心不跳地 坐在首席位子上 让那些送了成千上万钱的贵宾 对他是景仰不已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刘邦不但来这儿 白吃白喝了一顿 临走的时候 还得到旅工的特别接见 没了 发给他这么一句话 就让我女儿 拿着波及和扫帚 屋里屋外地伺候公子吧 在史记高祖本记上有原话 臣有西女 愿为记姬周妾 据在场的萧和事后回忆 当时吕工丝毫没对这位 财大气粗的财神爷 有任何的怀疑 再加上 又一看刘邦长得一脸龙像 心里边一高兴 主动提出把女儿许配给刘邦 天语不取 反授其咎啊 就这么的 刘邦有了老婆了 后来有人埋怨说了 刘邦就是厉害呀 我们送了那么多的礼 连吕智的面都没见到 吕智就是吕工女儿的名字 他刘邦咋就这么快搞定了呀 这刘邦也太流氓了 不管怎么样 吕家为刘邦日后的起义 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也正是吕家的大公无私 鼎力帮助 刘邦在成帝之后 吕氏家族也曾经繁荣一时 刘邦死后 吕后甚至掌管朝政大权将近十年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大秦王朝的话 那就是一个如昙花一现般的王朝 但就是这样一个朝代 我们不可能会忘记一个人 那就是秦始皇嬴政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征服诸侯六国 从此就结束了四分五裂的 各诸侯割地为王的战国时代 也许只有嬴政他自己才知道 为了这一刻的君临天下 他付出了多少努力 他的曾祖父秦昭王执掌秦国时 当时赵国正处于鼎盛时期 为了稳定两国的关系 他的父王作为太子 不得不去赵国做人质 赵国当时给他父王的见面里 也是一个人 一个容貌绝佳的女人 这个女人叫赵姬 也就是这个女人生育了嬴政 寄人篱下 嬴政的童年是在别人的嘲笑和讥讽中度过的 那时候仇恨的种子就在他小小的心中埋下了 只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九岁的时候 嬴政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 他的身份是秦公子 十三岁登上秦王之位的时候 他雄心勃勃磨刀祸祸 开始了复仇之路 进城也出奇地顺利 韩国很快被他吞噬了 赵国也轻而易举地拿下了 干掉了赵国之后 他的信心和野心更大了 他领导的秦军功无不克战无不胜 秦王二十二年灭魏国 秦王二十四年灭楚国 秦王二十五年灭燕国 秦王二十六年 最后一个诸侯齐国 也被他的铁骑征服了 短短十年间 他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 嬴政这个名字 也因此而流传千古 秦始皇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军事家 战略家 革命家 他史无前例地统一中国以后 首创了皇帝这个新鲜的词 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 随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皇帝这两个字一直沿用下来 从此以后皇帝下令称为诏书 皇帝自称为镇 为了更好的管理天下 他还废除了藩王诸侯制和贵族制 各地设立了郡县制 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 天下都归我姓秦的所管 天下亿万苍生都归我一人所有 中央集权制说白了 就是一切权力皆归于中央 而中央呢 也就是他秦始皇一个人说了算 但是秦始皇得到了天下 却没有得到人心 他随后做了几件惊天动地 毁育参半的大事 也正是这几件大事 使得大秦王朝由强盛 迅速地走向了衰败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 即生杀大权于一身 可是 他并没有沾沾自喜 他知道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的道理 六个国家刚刚被自己的铁骑征服 一时半会儿还不可能有人敢造反 但是 北边的匈奴却是他的一块心病 面对匈奴的不断骚扰 秦始皇发怒了 当时他以皇帝的身份 下了一份对匈奴的宣战诏书 那诏书的内容非常简单 除了奉天成命皇帝诏曰 几个必须的字之外 就只有一个字 大大的沙字 就这么一个沙字 接诏书的蒙田自然不敢怠慢 一声令下 数十万大军 向那片广袤而神奇的草原进发了 名将就是名将 蒙田带领的大军 一路是所向披靡 危不可挡 没几个月 就把匈奴赶到遥远的北方去了 匈奴人是跑了 但秦始皇的脸上却并没有笑容 因为他在考虑一个问题 匈奴只是未必我军锋芒而逃走了 那等我的大军撤退之后 他们还会来的 由此可见 那些看似粗鲁野蛮的匈奴人 也不是傻子 居然这么早就发明了游击战术 怎么做才能更有效地防止匈奴的骚扰呢 冥思苦想了好多天的秦始皇 突然间有一天他眼前一亮 一个大胆的想法是由人而生 从陋西的林桃到辽东 把原本的秦赵燕的北边长城连起来 做一条人工屏障 彻底把匈奴关在国界之外 多么伟大的想法呀 但从这里 我们就能够看出秦始皇 为什么能夺得天下了 他这个人 太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了 而这个世上只有敢于拼搏 敢于创新的人 才会取得最大的成功 秦始皇的设想的确是不错的 他甚至为自己的子孙后代 都做好了守江山的打算 那真可谓是高瞻原主 有了这样一条万里长城的存在 那些匈奴只能是望成兴探了 只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秦始皇当时忽略了一个 最为关键的条件 那就是在当时科学技术 超级落后的时代 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工具 要修建这样一项局势文明的大工程 得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 修建万里长城 一共死了多少人 现在我们已经没法统计了 但有历史学家说 万里长城是人们用尸骨堆积而成的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念长城之忧忧 苦冤魂 而泪下 至今还流传的 孟江女哭长城的故事 那是何等的凄凉 令人饥不可闻 但在那个时候 像孟江女丈夫这样 为修长城而泪死 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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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死 那是数不生数 那是何等的凄凉 惊心 秦始皇在无形当中 创造了一个神话 万里长城 现在被称为 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只是秦始皇 如果知道 他在创造这个神话的时候 已经破坏了自己 在百姓心目中神的形象 他一定会后悔的 毕竟神话和江山相比较 哪个重要 不言而喻 对于一个刚刚成立的王朝 对于一个人心 还不是很稳定的王朝 秦始皇如此劳民伤财 万里长城 虽然成了北方的一道屏障 但在修建的过程当中 却伤到了大秦王朝的根基 根基一旦动摇 即使万丈高楼 也会有倒塌的一天 只是这一天 到来的有早有晚而已 万里长城修好了 总不能让这些 常年劳动的民工下岗失业吧 首先解决的 是最基层广大劳动人民 生活和就业的问题 失业和没有就业的 创造条件 创造机会 也得安排就业 秦始皇真是体察民情 他大手一挥 毫不含糊地说了 同志们 你们没事做了吧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来 帮我建房子 这话说得很客气 但谁都知道这是命令 谁敢不从 谁就得掉脑袋 请注意 当时我们的第一个皇帝 秦始皇 并不是没地方住了 他才强烈要求 广大劳动人民 修建厄旁宫 相反 他的房子很多 多了去了 但是他还嫌少 除了咸阳皇宫的房子 其他的根本就不够级别 因为他的女人太多了 后宫家力三千 如果每个人 都安排一间房的话 皇宫里的房子虽然多 但终究是不够用的 如果再招几千家力进宫来呢 岂不是要为了 争房子打破头吗 后宫家力三千 后边的皇帝几乎都没有 但是秦始皇 是一定有的 当时秦始皇觉得 皇宫装修得太寒酸了 跟他九五之尊的高贵身份 那简直就是不般配 鹅旁宫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开工了的 如果说建造万里长城 秦始皇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对啊 为了抵御匈奴的入侵呢 或多或少的 还对国家有点实用的价值 那么修建阿旁宫 就纯粹是为了他自己的享乐了 自打修好万里长城之后 秦始皇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他的眼里 没有办不成的事 打江山如此 守江山也是如此 现在国家统一了 对自己有威胁的邻居匈奴 又被自己建的一道墙 永远地挡在了关外 没有内忧也没有外患 一切都平静下来了 秦始皇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 该享受了 人生得意须尽欢 末时金尊 空对月 鹅旁宫的建造究竟是有多豪华 气势究竟得有多大 我们都没能够亲眼所见 只能靠古书典谱当中的记载来猜想 后来项羽入驻咸阳城的时候 一把火烧了这座 令人深恶痛绝的宫殿 那把大火 是燃烧了整整三个月 就可以想象得出了 这座皇家宫殿的规模 那是何其之大 如果说修建万里长城和阿旁宫 是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 那么派人去海外 寻求仙丹 那就纯属个人的私事了 是啊 秦始皇常年征战 当上皇帝以后 那更是日理万机呀 你想啊 建一座万里长城 建一个放火烧 能烧三个月的阿旁宫 这两大建筑 就能够让他嚼劲闹汁了 虽然每一顿饭 都是山珍海味 美味佳肴 但是他身体却并不大好 大有青春一去不复返的态势 秦始皇就有了一个想法了 什么想法 长生不老 勇想人间的荣华富贵 为了这个长生不老 秦始皇就听信了徐福的谎言 徐福就是当时秦始皇手下的 他就相信徐福 于是就派徐福带了五百同男同女 到海上去寻找仙丹了 仙丹是没找到 徐福倒是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 直到现在 很多的历史学家仍然在研究和调查 徐福带着五百同男同女 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很重要了 我们只要知道徐福把秦始皇给忽悠了 那就足够了 秦始皇至高无上的权力 第一次受到人挑衅 那个郁闷呢 是郁闷至极 他咆哮着 该发威了 既然徐福这小子暂时找不到了 那么就得先委屈朝中的儒生了 可能有人会问了 寻找仙丹的事 跟朝中儒世有什么关系啊 答案是肯定的 真正出了这个寻找仙丹主意的人 其实是卢生 而徐福呢 只是卢生指使寻找仙丹的一颗棋子罢了 只是啊 徐福这颗棋子一挣脱棋盘的束缚 就一去不回了 卢生一看风头不对啊 再这么下去 自己编的这个故事就得穿帮了 得了 赶紧是脚底下抹油 溜之大吉吧 卢生是逃得远远去了 可是跟卢生一同出生的卢生们 却没那么幸运了 在一个乌云遍布的日子 四百六十多名儒生 被生生的给活埋了 朝中的儒生被活埋以后 秦始皇还不满足 他这时候已经产生这样一个想法 自己的江山要是想做稳定 最好啊 天底下一个儒生都没有 于是呢 他就下了一道诏书 诏书的大致内容是 朝中现在急需文才 欢迎各地的儒生入京来 一共国家之用 待遇优厚啊 于是乎 天下许多饱读诗书经文的书生 是蜂拥而入咸阳 没错呀 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呀 皇上需要 那读书人得赶紧来呀 短短的几天时间 就来了有将近一千名儒生 众儒生的屁股还没坐稳呢 秦始皇是大手一挥 高声喊着 炎炎夏日 各位千里迢迢而来 辛苦了 为此 朕特意给你们安排了一次 吃瓜比赛 啊 吃瓜 有一第一比赛第二 希望你们赛出水平 赛出风格 赛出我大秦国的气势 秦始皇给众儒生安排的 不是比试 而是一场吃西瓜比赛 这倒是闻所未闻 一些胸怀闻墨的书生是愁眉苦脸 而更多烂鱼冲树的儒生是安安窃喜 比赛地点 在黎山一个叫马谷的地方 由于关系到前程问题 众儒生自然是谁也不甘落后 几乎同时到达那个狭小的山谷 山谷里边的确有很多的西瓜 只是众儒生还没来得及一宝口福呢 两边的山顶上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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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滚石头了 那石头越滚越多到最后就跟下雨似的就跟天上往下掉冰雹一般 西瓜跟儒生的脑袋顿时间就混为一体了 如果你认为是突然发生意外的山崩或者是山体滑坡了 那就大错特错了 就这样 秦始皇用妙不可言的方法 坑杀了近千名儒生 当然 坑杀儒生的附带作用是 很多历史书籍颠谱也被强行地销毁了 这就是震惊历史的焚书坑儒 修万里长城 建厄旁宫 焚书坑儒 这几件大事这么一折腾 已经是民不聊生 怨生载道 据说当时有预言家说 王秦者胡也 表面的意思上的胡当然是指北方大草原上的少数民族 这其中就包括匈奴 所以秦始皇当初在派蒙田打败了匈奴之后 又不惜掏空国家的银库 修建了这座万里长城 就是为了阻止匈奴的胡来 可是呢 人算不如天算 如果后来秦始皇地下有知 知道这个胡是指他儿子胡害 他只怕会后悔莫及啊 自己最后一趟出巡的时候 为什么不早立长子扶苏为太子呢 秦始皇一生放荡不羁 他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外边游山玩水一番 在咸阳市微服私访那是经常的事 当然 这其中也有遭人暗算遇险的时候 但是他福大命大 很多次都游惊无险地化解了 然而 最后一次出巡却就没这么好的命了 秦始皇一行从咸阳出发 先是到了云梦 由洪湖逛东平湖 然后到九一山祭祀渔顺 沿江东下 登会计祭祀大禹 到达乾塘江 沿东海北上 到达山东半岛海边的狼牙 当来到平原津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秦始皇病倒了 群臣是万分着急啊 秦始皇却认为这是小事一桩 强大精神继续深入北国大地 设计水 堵落水 最后来到一个叫沙丘的地方 而这时候秦始皇已经是病入膏肓了 作为一个皇帝 这次游山玩水居然超过了一年之久 风寒索染之下 秦始皇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就这样结束了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 当然了 在告别这花花世界之前 他没有忘记行使自己最后的特权 他的最后一道圣旨是这么写的 将兵权交给蒙田 急速返回咸阳参加镇的葬礼 原话是以兵赎蒙田 与丧会咸阳而葬 秦始皇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并没有直说 但明眼人都知道 这一道圣旨的意思 把兵权交给蒙田 就是把自己的皇位 传给太子扶苏的意思 应该说秦始皇的 这最后一道圣旨含蓄至极 但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一道圣旨到最后 竟然会变成一张什么都不是的白条 据说秦始皇一生当中 一共有十二个儿子 他平常偏爱最小的儿子胡亥 此番初旨呢 还把胡亥带在身边了 但是在后继人选上 他最终还是决定 传位给后道仁义的长子扶苏 从这一点来看 秦始皇并非到了老眼昏花的地步 如果真让后道仁义的扶苏 继承了皇位 秦朝是不可能这么快就走向灭亡的 可惜 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赵高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据说秦始皇一生有十二个儿子 他平常最偏爱是小儿子胡亥 但是 他的最后一道圣旨 意思还是传位给太子扶苏 要是真让仁义又厚道的扶苏 继承了皇位 秦朝也不会这么快灭亡的 但是 还是被胡亥得到了皇位 为什么呢 就因为一个赵高 把一切都改变了 在当时的朝中分为庸苏派和庸胡派 庸苏派就是拥戴太子扶苏的 庸胡派就是拥戴胡亥的 庸苏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大将军蒙田 至于蒙田的攻击 前边咱们已经提到过一些了 他抗击北方匈奴的光辉战绩 已经是名垂千古 而扶苏作为秦始皇的长子 是一个有理想 有文化 有抱负 有修养的四有青年 这么一对强强组合 是当时老百姓心目当中最完美的组合 是正义和光明的代表 庸胡派的代表人物是赵高 历史上的赵高臭名远扬 向来大家都不会陌生的 这个赵高没有文才也没有武才 但他却拥有着阿谀奉承之才 因此他在官场上一路青云直上 这时候他的目标很明确 坚决打倒以蒙田为代表的庸苏派 以便日后更好地施展自己的空间 胡亥和赵高也可以堪称完美的组合 那是黑暗与无耻的代表 除了庸苏派和庸胡派 还有一个不可小看的派别 那就是中立派 中立派的代表就是李斯了 李斯作为秦始皇最为倚重的老丞相 那地位高得令人折舍 一人之下万人之杀 因此李斯对庸苏派和庸胡派来说 那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砝码 本来比较平衡的两个天平 他只要加入任何一边都会发生质的倾斜 这么一次出巡 秦始皇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了 而此时的庸苏派根本就不在出巡的队伍当中 在哪儿呢 还在抗击匈奴保卫边疆呢 那庸胡派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了 赵高出手了 他的目标很明确 关键是搞定中立派的代表人物 李斯 事实证明赵高就是赵高 果然非同小可呀 智商不敌 他审时度势 因人而异 这次改变了以往常用的金钱美女攻心方法 对正直连接的李斯进行了语言攻心 什么是语言攻心呢 就是跟他说漂亮话 也不一定是漂亮话 反正就是跟他说话 供他的心理 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蛇战 赵高是由备而来 只用了五个问题 就把铁嘴铜牙的李斯丞相给问住了 丞相的才能与蒙田相比如何呀 功绩和蒙田相比如何呀 谋略与蒙田相比如何呀 人心所向与蒙田相比又如何呀 与诸位公子的感情 与蒙田相比又如何呢 赵高这五个问题 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问得李斯头上是冷汗层层的 逮了半赏才说了这样一句话 皆不如也 我都比不上啊 这就够了 赵高不用再说什么了 聪明的李斯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所谓一朝太子一朝臣 如果扶苏当上了皇帝 那么丞相的位置肯定没他的份了 肯定是非蒙田莫属 再进一步来说 能不能保住丞相的位置还是小事 掉脑袋那才是大事 掉他一个人的脑袋也是小事 掉了全家还有九族人的脑袋 那才是大事 思来想去 权衡利弊 李斯动摇了 选择了拥护派这一边 虽然他李斯是一个正直的人 但是在切身利益这个问题上 他没得选择 否则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会化为乌有 全都没了 可是 他选择拥护洞派 就真的能够富贵依旧吗 官场如战场 站在十字路口 选择何去何从的时候 这回就连九经沙场的他 也没能选对自己的路 中立派的李斯 站在拥护派这一边以后 这次的宫廷之争 已经是毫无悬念可言了 随后 赵高和李斯制定了 两步走的方针路线 第一 对秦始皇的死是觅而不发 火速回津 为了掩盖尸臭味 鲍鱼可以用啊 不知道秦始皇以九五之尊 和鲍鱼亲密接触这么多天 是什么感觉 如果他还能说一句话 恐怕会说了 下辈子我再也不吃鲍鱼了 第二 偷梁换柱 假传圣旨 在火速回朝的途中 一封由赵高竹笔 李斯做技术总监的伪诏书 却早已经飞到了庸苏派那儿 伪诏书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朕寻幸天下 到此名山诸神已言受命 令扶苏与蒙田率大军与匈奴作战十余年 至今仍无尺寸之功 不仅如此 反而一直从政治上批判政治所为 为敌扶苏不孝之罪 此辞剑已与将军蒙田一起自裁 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在边境营帐里的扶苏接到痴明之后 二话没说 拔剑自吻了 扶苏在没搞清情况之下 就轻易地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令人叹息 蒙田没有扶苏这么傻 他没选择自杀 但是主子已经死了 已经是孤掌难鸣 厄运难逃了 他最终被赵高落井下石 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入了大牢 在领教了各种刑罚之后 这才追随着主人去了 在这场宫廷之争当中 胡亥和赵高不费吹灰之力 就搞定了扶苏和蒙田 原因很简单 扶苏和蒙田 太谦让对手了 或者说是呢 太小看对手了 对手出拳以后 他们根本就没有还手的意思 直到倒下去的那一瞬间 他们才明白 原来有的时候 过分谦让不是一种美德 而是要付出代价的 什么代价 生命的代价 胡亥夺位以后 他继承了秦始皇在位时 大兴建筑的光荣传统 同时还进一步发扬了 专权独断的作风 把朝中元老级的大臣功臣 也包括自己的兄弟姐妹 是该杀的杀 该扁的扁 可是 让胡亥意想不到的是 他按照赵高的计划 一步一步地施行下去 没多久 就光荣地成为了 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傀儡皇帝 赵高串通胡亥夺下皇位之后 朝中虽然是该杀的杀了 不该杀的也杀了 但是在他的眼睛里边 还有一根刺 必须得拔出去 谁啊 这根刺 那就是李斯啊 这回胡亥能够顺利地 当上皇帝 多亏了李斯相助 胡亥自然对他 也是格外地看重 可是要知道 不有那句话吗 一山难戎二虎 赵高等待时机一成熟 就利用皇帝对他的信任 把刀子就挥向了李斯 可怜的李斯 还没明白是 怎么一回事呢 就被赵高的组合拳给打倒了 李斯是一定会后悔的 当年他居于宰相之位的时候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那是何等的威风 何等的辉煌 如果他那时候能够急流勇退 就不会有今天的灭门之灾了 退一步来说吧 即便他选择了庸苏派 凭公子扶苏的为人 和蒙田的正直 他李斯也不会落到这一种凄惨的地步 李斯是被冤死的 在狱中驱打成招 然后赵高拿着他化牙的罪证 放到了胡亥面前 胡亥没办法了 只好痛苦地下了立除斩的命令 被斩的那天 咸阳城的老百姓是泪如雨下 他们都知道 朝廷里边 现在唯一的一个还算正直的清官 就这么走了 据说那一天雨下个不停 导致黄河水是泛滥成灾 也许是老天爷也在为李斯鸣不平啊 没有了李斯 赵高的权力那是一手遮天的 他说一谁敢说二啊 就连秦二世胡亥也不例外 为了证实自己的权威 到底好不好使 别人到底怕不怕我呢 顺边啊 再试探一下 自己在朝中群臣里的地位 这聪明绝顶的赵高 就打出了一张诡异的牌 有一天上朝 他牵着一头鹿 就往皇宫里边闯 那卫师们自然谁也不敢拦呢 谁敢拦赵高啊 谁也不敢问呢 见了胡亥之后 赵高就说了 自己牵的 这是一匹马 胡亥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就问群臣到底是鹿还是马 那结果是一点悬念都没有 大部分人都说这就是马 这明明是一匹马嘛 胡亥揉了揉眼睛 最后也无奈地下了结论 皇帝英明 赵高说皇帝英明这句话的时候 一双刀子一般的眼睛 早已经扫视了一遍那些说是鹿的人 连皇帝都说这是马了 你们居然还敢说是鹿 太没有眼光了 得了 你们这些人我都记住了 还是收拾收拾行李回家吧 就这样 带那批指鹿说鹿的人走了之后 朝廷里边只剩下指鹿为马的人了 从此赵高是一手遮天 在朝中打造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势和地位 朝廷腐败到如此程度 天下百姓处于一片水深火热之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 救世主 你在哪儿呢 从秦始皇到秦二世 皇帝变了 但刘邦还是一样 还坚守在他的老岗位上 继续做他小小的亭长 只是在光阴荏染当中 他不知不觉当中 已经迎来了第三十八个春秋 都说十八是花一样的年华 二十八正值壮年 三十八就是一个立业展红图的关键时期 现在很多人都说 如果一个人四十以上还没有什么成就 那么他这一辈子注定平庸的碌碌无为过一生了 当然了 这个话虽然有点偏颇 但或得或少的反映了一个事实 要想创业呢 就必须趁着年轻的时候 当然 已尽不惑之年的刘邦也的确不小了 好在这个赤龙出身的人物 在这一年终于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一年秋天 沛县县令交给刘邦一个任务 大家也都知道秦始皇前半生喜欢打仗 后半生打下江山以后就迷上了建筑业 先是绣万里长城 然后是阿旁宫 每样工程都是巨大的令人叹为官职 但在前边我还露说了一件很重要的工程 离山陵墓 这是故意露的 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 在这里说来就更合适一些了 秦始皇生前不断地寻找不老仙丹的同时 也考虑到自己的未来了 于是他在营建那两项大工程的同时 又添加了一项超级工程 在离山 为他自己建了一座豪华的陵墓 如果是建一座一般的陵墓 那也倒罢了 问题是秦始皇有他自己宏伟的想法 他想在他死了之后 能继续在阴曹地府里边做皇帝 所以与其说是修建陵墓 不如说是建一座奇大无比的地下皇宫 我们今天从已经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可以看到 那么宏伟的工程 真不知道流了多少民工的血汗 据史书上记载 光修陵墓的人就超过上百万 上百万的人呢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秦始皇没料到自己会这么短命 工程还没有俊功呢 就挥一挥衣袖 到阎王爷那报道去了 胡亥走马上任之后 继承和发扬了父皇的革命精神 发誓一定要把离山陵墓工程进行到底 于是乎 不断地有人被强行拉到离山去服役 佩县自然也不例外 又有苦差事了 刘邦就在这个时候出场了 县令交给刘邦的任务 是压着几百名劳役和囚犯 前往离山服役 刘邦自从当上庭长以后 好事轮不着 这些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倒是经常有 既然是县令交代下来的事 他自然也不能推脱呀 于是回了趟家 辞别了父母和妻儿 这里顺便得提一下 吕宫的宝贝女儿自嫁给刘邦以后 由于刘邦尚无片瓦 下午快砖 只能把老婆接到老家 和父母一起住 从此呢 这个从小娇生惯养的 千金小姐摇身一变 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 养猪未姬 插秧种田 是无所不干 无所不能 还成了一个多面能手 看来刘邦还是真有点本事的 不但骗了一个富豪的女儿做老婆 还能把她驯服得如此 服服帖帖 任劳任怨 那咱们对她的评价就三个字吧 不简单 刘邦辞别了父母和妻儿 压着几百名劳逸和囚犯 到离山去服苦役 这一路之上 刘邦对这一群面黄鸡兽的囚犯 很是同情 所以呢 她看管的就比较松懈 而就在这个时候 有的人就开始逃跑了 但刘邦依然是我行我素 并没对他们采取什么严格的措施 对刘邦来说 联想到自己离别的时候 父母妻儿那悲凉劲 心里边就特别的不是滋味 是啊 连自己都这样了 那么这些被强压去服役的人家里边 又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随后的事就很简单了 过了几天 几百人差不多逃了一大半了 秦朝的规定很是严格 压去服役的人是一个都不能少的 少了一个人 都要想很多办法 费很多的口舌 才能蒙混过关 现在 一下子少了好几十人 不但交不了差了 恐怕啊 还得用刀试一下 你到底有几个脑袋 你们都走吧 刘邦把手一挥 对剩下的大家伙说了 然后就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过了好半天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众人并没走 其实他心里边也很清楚 大伙不走 除了感激他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想逃 也没有地方可逃 回去之后 一样又要被抓来服役 而且这样还得牵连到家里人 天下之大 竟然没有立身藏命之处 人生最大的悲哀 莫过于此 可是 事到如今 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刘邦劝大伙还是先躲躲 可就算是躲 大家伙也铁了心了 非要跟刘邦在一起 就在他们躲避之前 刘邦还干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斩了一条大白蛇 有人说前边有一条 好大的白蛇挡住了去路 只见刘邦大喝了一声 提着三尺剑 就那么轻飘飘的一挥 那条蛇就一动都不动了 众人再一看 那条大蛇早已经被斩断成了两段 据说在那天晚上 有人在白蛇死的地方 碰到了一个老太太在哭泣 就问是怎么回事 那老太太说 她儿子是白帝 刚刚被斩地斩成了两截了 这段插曲是真是假呢 马德雍的一段话 倒是一个不错的诸解 既然天与君王之间有心灵感应 那么心灵感应 就应该有规律可循 于是古代的大贤人或者是真正的贤人们 就开始琢磨 他们的原则是 洞察这一个规律 并将之理论化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规律 那就杜撰一个出来 就这样 刘邦带领着这帮难兄难弟 一起躲进了深山老林里边 从此就开始了逃亡的生活 即便是这样 刘邦当时还是没有造反的思想 他当时的想法只是明哲保身 苟求活命而已 就在刘邦躲在深山里边 整天不见天日的时候 天底下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件对刘邦来说 是推波助澜的大事 这件事 首先得从一个最底层 最普通 最地道的农民说起 这个人姓陈明胜 自舍 是杨成县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 如果不是秦二世元年 这次征兵到渝阳首边锤 只怕这陈胜 将永远守在那个小山窝里边 默默无闻地过一辈子 但秦二世的一道诏令 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杨成接到皇帝的征兵诏令之后 全县人民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 谁都知道 被争去的人大抵是风消消息 溢水寒 壮士一去不复还 但当时被选中的人是 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由不得你做主 这个陈胜 也在被证的行列当中 他身强力壮 又时文断字 和吴广一道 被命为屯长 于是在两名将位的监督之下 带着九百多人向渝阳进发了 如果在路上不出什么意外 只怕这是千万批守边疆的义兵当中的一批而已 将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 可是呢 老天却偏偏要降大任于他们身上 都说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陈胜带领的这批队伍踩走了几天的路 到了大泽乡的时候 没有征兆的大雨是倾盆而下 这一次的雨有点特别 一下连这几天都没有停的意思 这一下可苦了这群去守边关的义兵了 这时候淋点雨招点凉倒也是小事 关键是这大雨一下 误了行程 不能按期抵达 是要被杀头的 这雨下了大概得有半个月 陈胜是掐着手指头算来算去 以后就算一天不歇 一刻不停地赶路 也不能按期到达目的地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陈胜的眉头几乎拧成一团了 他跟吴广两个人商量了半天 最后两个人一击掌 两个手掌心都写着一个大大的反字 是啊 去是死 不去也是死 反正都是一死 还不如反了呢 大不了死得轰轰烈烈 陈胜吴广 坚定革命的信念之后 就马不停蹄地做一些准备工作 以他们两个人的聪明才智 不可能直接对众人说了 我想造反 这样肯定不太妥的 一来显得唐突 二来还不知道众人是不是真有反叛的心 弄不好 还没革秦朝的命呢 就先把自己的命给革了 得造一点神秘感出来才行啊 陈胜不由地就思索起来了 不大一会儿 一丝笑容洗上了他的面孔 于是 接下来就出现了两件怪事 第一件怪事是 一大清早 厨师剖开一条买来的大鱼的时候 从鱼肚子里边挖出一块白卷来 一块最普通不过的白卷 只不过 这样一块最普通最寻常的白卷上 却写着三个极不普通极不寻常的字 陈胜王 王是称王称霸的王 众人见了之后 无不暗自心惊啊 谁都知道大鱼误了行程的事 他们的心思也跟陈胜吴王一样 已经有了反骨了 这时候自然认为这是神仙授意 第二件怪事是 当天夜里 东边的林子当中一个大祠堂 隐隐约约地传来四郎非郎 四胡非胡的怪叫声 大楚星 陈胜王 这六个字 当天晚上飞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 他们都是属于王楚出身的人 这两句话的意思再通俗易懂不过了 楚国即将兴旺 陈胜就要为王了 这里不得不佩服陈胜吴广 都说磨刀不误砍柴工 这两件事虽然多费了点神 尤其是最后一件事 吴广义晚上躲在祠堂里边 学鬼叫装狐狸嚎 累得够呛 但他们的心血没白费 收到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那是立竿见影 第二天 众人再看陈胜时的眼睛里边 已经多了几分敬意 眼看时机已到了 陈胜在吴广的配合下 把众人召集起来 开始发表革命宣言 陈胜先是说了一些必要的客套话 然后才谈到这次服役的事情 吴广也不失时机地插话了 此番大雨误了行程 怎么也不可能按时到达渔阳了 该怎么办 是啊 该怎么办 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陈胜和吴广两个人 在表演上那配合的天衣无缝 他不紧不慢地说出了 他此番演讲的中心思想 当王侯的人也好 当将相的人也好 不都跟我们想象中的一样 是生活在世界上 普普通通的人吗 其实原话就八个字 王侯将相 宁有种呼 凡是此 不凡也是死 凡还可以留有一线生的希望 不凡就只有死路一条 在这样的情况下 众人只有凡这一条路可以选了 顿时间是掌声如雷 响彻云霄 陈胜的演讲成功了 他的画像锥子似的 刺痛了众人心底那根最脆弱 最敏感的神经 官逼民反 民不得不反 于是 陈胜和吴广杀了两个将位 是揭竿而起 中国历史上第一支革命军 就这样成立了 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奇怪的现象 一群拿着竹竿木棒之类最原始武器的农民 没有经过任何训练 看似毫无章法的队伍 所到之处居然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兵不血刃地站了几座城池之后 革命队伍就开始逐渐壮大了 在革命精神的感应下 一些豪杰之士也不甘寂寞 纷纷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张尔和陈瑜 就是其中两个重量级的人物 张尔是大梁人 年轻的时候是未公无忌的门客 后来他和别人发生了纠纷 闹出了人命案子来 后来是银杏埋名浪迹江湖 陈瑜也是大梁人 自幼学习儒术 精通儒家经典 习交天下朋友 他们两个人都有很高的抱负和远大的理想 认识之后是一见如故 很快就结成了生死之交 这一次 听说陈胜吴广率领广大农民进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革命 他们知道扬名立万的机会来了 于是两个人来报名参加革命 陈胜一看这两个人谈吐不凡 知道不是一般的人物 赶紧把他们当贵宾来接待 必要的寒暄过后 他开始试探两个人的才华 众人都建议我现在称王 我要不要称王呢 面对陈胜的坦诚 张尔和陈瑜两个人也同样做出了坦诚的回答 不能 理由是 第一 你现在才刚刚进行革命 就要称王 会让众人看出你的私心 第二 你现在的实力并没有强大到无敌 一旦称王就会树大招风 成为秦朝重点扫荡的对象 这对日后的革命不利 对于两个人的直白 陈胜是一脸的失望 他固执地认为 陈瑜张尔太胆小怕事 而且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们 于是 他不听劝阻 自立为王 定国号为张楚 从这以后 陈胜对张尔和陈瑜两个人淡然处理 只把他们当成一般的将士来用 这让胸怀圆大抱负的两个人大失所望 这也隐隐地为日后革命的失败 埋下了伏笔 陈胜带领革命队伍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 佩献献令是如坐针毡 他就一介书生 只懂得五文弄墨 哪里知道行军打仗的事 眼见这么发展下去 革命军很快就会打到这来 他急得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于是 找来他两个最为倚重的秘书 萧和和曹参来议事 可惜他不知道此时的萧和和曹参 早已经达成共识了 为自己想好了退路 仪式厅里边 三个人是正襟危坐 曹参还狠狠地僵了他一句 不战而降 那不是大丈夫所为 萧和还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陈胜自在大则乡 打响革命的第一枪后 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 他要攻打的城 还没有哪一座能守住的 那那那怎么办呢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就只能投降了吗 再加上曹参将他那一军 县令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守又守不住 那想还不能想 到底怎么办呢 县令把可怜巴巴的目光 再度转向了萧和 萧和装腔作势地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就煞有介事地 给县令指出了另一条路 请刘邦出山 原因很简单 刘邦在沛县的威望很高 又是地痞流氓出身 让他带领手下那些 躲在深山里的逃犯来守城 他一定会执恩图报 立下大功 这时候 县令已经别无选择了 于是搞笑的一幕就出现了 一个堂堂的县令 居然派人去请一个 常年躲在深山里的逃犯 而且还怕他不肯出山 专门派了一个 非同一般的人物去请 这个人物是谁啊 樊快 樊快有幸承揽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他也是沛县人 自小家境贫寒 后来在街上杀狗卖肉为生 吕公见他高大鹦鹉 诚实本分 就把小女儿嫁给了他 刘邦娶的是吕公的大女儿 樊快娶的是吕公的小女儿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推断 他们俩的关系了 那是连金啊 值得一提的是 那吕公把两个宝贝女儿 都嫁给了穷苦人 并不讲究什么门当户对 但从日后刘邦和樊快 大红大紫 特别是刘邦成了一国之君 我们可以看出 吕公独特的眼光 和非凡的魄力 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县令虽然有点文弱 但并不是昏庸之辈 就在樊快去请刘邦的时候 他敏锐的鼻子 似乎闻到了一丝浓浓的火药味 天下已经乱了 把流氓出身的刘邦接进城来 那无疑是引狼入室啊 传夏侯英 火速驻萧和曹灿来审问 县令说完这句话 悲哀地发现 半天也没看见夏侯将军的身影 他哪知道啊 夏侯英此时 早已经给萧和和曹灿 通风报信去了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了 刘邦这么多年的 庭长没白当 萧和 曹灿 夏侯英 县政府重量级的人物 都成了他的亲密战友 刘邦和三位好兄弟会合 带领众人气势汹汹地杀到了城下 县令现在只能强逼城里的百姓来守城了 不用枪攻了 刘邦说着看了一眼萧和 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萧和自然会议 于是铺纸的铺纸 研磨的研磨 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文笔特长 手起笔落 一封激情四溢的家书写成了 亲爱的父老乡亲 兄弟姐妹 你们好吗 革命的春风已吹遍了神州大地 这封家书写好之后 用剑射到城上 城里边的百姓无不感动地热了银矿 像是下了一场及时雨似的 在家书的指引之下 他们充分发挥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纷纷操起手里的家伙冲进了县衙 把县令当成靶子给练了一通 严格地来说呢 这个配县的县令 虽然不是太好的县令 但也不算是太坏 他从一个贫困的书生 凭着自己的努力 努力地读书 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官图 从这一点来看 这个县令是值得学习的典范 可是 问题的关键是 短短几年之后 世道已经变了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修阿胖宫 驻离山陵墓 这三座大山 已经压得全国的老百姓 都直不起腰来了 万比民反 民不得不反 而这个可怜的县令 现在只是老百姓 发泄仇恨的替罪羔羊罢了 城门开了 刘邦是兵不血刃 占领了他人生漫漫 争承当中的第一座城池 一切都出奇地顺利 站在大唐仰望着 县令做的那张 精致的虎皮大椅 刘邦心里边那个美啊 美的是没法来形容了 是啊 为了这一刻的到来 他已经苦苦地 等待了将近十年 接下来众人 一致推举他 为新县令的时候 他还假装地推让 最后 才是极为勉强地 坐在了那张象征权力和地位的椅子上 就这样 刘邦接任沛县县令的职务 众人都称他为 佩公 上古时期有一个大棚 身宽三千里 身长无人能知 这种鸟能飞到九万里的高空 横掘云气 在无拙无数的天空飞翔 然而 必须借助海上六月的狂风巨浪 没有六月的大风参载 他无论如何也飞不上九万里的高空 只能静卧在地面上 显示不了他的伟大 要想打天下 就必须提拔和重用一些人才 一番拜天几地之后 刘邦给手下的人进行了分封 萧和任成 相当于参谋长的职务 曹参周伯任中眷 相当于副官 周昌为社人 相当于会计 夏胡英为太扑 相当于出纳 樊快 卢婉 仁傲 周科等围官从 相当于队长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然而就在众人 等着配工带领大军 向其他城池进发的时候 刘邦的家里边 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刘邦的老母亲去世了 老母亲对他一直都疼爱有加 刘邦此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暂时按兵不动 回家办丧事 对于刘邦的举动 大家都很是不理解呀 就连肖和也是连声叹息 认为他应该以大局为重 继续革命 这么回家奔丧去 会延误战机的 可是 如果从后面革命的进程来看 刘邦先处理家事 却是因祸得福 因为随后 陈胜吴广的革命 就遭到了秦朝强有力的反击 革命的导火线被陈胜点燃之后 起义已经成了燎原之势了 向梁 向羽在会计起义 齐国人田瞻自立为王 至于几千上万人为一路的革命军 那更是数不生数 天下为之 弥肺移动 云彻席卷方数千里 而陈胜此时 充分展示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 他不失失机的 迅速从异军当中 选拔了一批人才做将领 建立了政治和军事领导机构 然后分四路对秦国采取了 最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秦二世元年九月份 也就是公元前209年九月 当中路革命大军周文率领的 数十万大军 突然出现在咸阳东面的戏事 戏事那儿 就是离山附近 整天沉迷于九色西丸当中的秦二世 那吓得是花容失色 以前他天天看戏过日子 这下才感觉到 自己的江山设计 可能真的没戏了 周文是直到黄龙 大秦王朝是摇摇欲坠 似乎轻轻一击 他就会碎掉 俗话说得好啊 石室造英雄 正在这危急的结果眼上 站出一个人来 而正是他的出现 暂时拯救了悬崖边上的大秦王朝 他的名字叫张憨 这里可以肯定地说 如果没有张憨的出现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草根农民革命 将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可是历史就是历史 没有假设也没有如果 张憨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张憨当时的官职是少府 少府是什么官呢 相当于从捕捞淡水产品的百姓那 收取赋税的税务部门的总管 因此他对地理情况十分的熟悉 陈胜叛乱之后 水乡泽国的赋税就再也没上交过了 而且从负责收取赋税的官吏 所送上来的税务报告 就可以真实地反映各地的战况 但从这一点来看 张憨比朝中的任何人都知道事态的严重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赵高召见了张憨 在皇宫里的一间豪华的让人炫目的房间里 张憨和赵高进行了一次亲密会晤 当时的气氛很融洽 对话双方是从拉家长开始的 就好像一对老朋友在谈心似的 赵高也一反常态 并没摆出平常那样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 谈话当中他是态度千功 不卑不亢 并没有让张憨感到什么压力 客套话过后 赵高变得严肃起来了 这时的话题已经从拉家长到了国家大事 张憨默默地听着赵高侃侃而谈的 分析天下的局势 并没插话 他不知道赵高的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 不敢烂说呀 怕稍有不慎就会祸从口出 如果我给你几十万人马 你能除去那些叛贼吗 这个赵高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就是为了说这句话 直到这个时候 张憨才明白赵高此番请他来的真正目的 让他带兵去打仗 虽然这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的差事 但同样的 这也是一个一展报复的大好机会 只有张憨自己知道 为了出人头地这一天 他已经等待了多年了 张憨当时并没有立刻回答赵高 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了 早就让他变得除辩不惊了 沉默了半赏 他微微地摇了摇头 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来 眼下周文的大军已经到了咸阳城下 从各地调几十万兵来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那赵高早就料到他会这么回答了 一脸平静地说了 将军难道不知道 黎山和阿旁公两处 都有大批服刑之徒在干活 话说到这儿就足够了 张憨是个聪明人 已经明白赵高的意思了 赵高一生当中 从来就没干过一件像样的好事 这次却是个例外 他见国家已经岌岌可危了 知道国破家王的惨剧 这才破例 召见了以毛遂自荐了很多次的张憨 当然 在当时的朝廷 张憨已经是为数不多的可用之人了 赵高临时选他做大元帅 那也是病急乱偷医 临时抱佛脚 前面已经说过了 赵高能在秦二世胡亥面前指路为马 他定下来的事 那就等于是圣旨 就这样 张憨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张憨一展才华的时候终于到了 他首先就是抓紧时间 训练这几十万释放出来的囚犯 他的训练方法 就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军训 每天长跑 拉跑 跳高 俯卧撑 这是一个名副七十的魔鬼训练营 但也就是这短短数天的超负荷训练 让这些囚犯 已经从一盘散沙变成了一支 有组织 有纪律 战斗力极强的军队 自从这支军队横空出世以后 就一直索向披靡 如果后来没有项羽 张憨的这支军队 简直就可以称为不败之军 很不幸的是呢 周文成了张憨检验训练成果的试验品 在第一次交锋当中 这几十万由囚犯组成的军队 杀得那周文毫无还手之力 周文见秦朝 突然出现这样一支不要命的神兵 只好下令撤军了 可是让他感到悲哀的是 他此时孤军深入关中 退路早已经被张憨给切断了 周文只能是坚守阵地 等待援军到来 可是直到他死的时候 义军其他部队并没有一兵一族来支援 他那具绝望凄凉的援军何在 随风飘逝在空中了 周文的死对齐义军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可以说这是陈胜自起义以来的第一次败仗 而这是张憨出道以来的首战告解 周文被困的时候 离他最近的革命军是吴广这一路军 当时吴广正在全力围攻刑阳 刑阳的守军是李斯的儿子李游 当时李斯还没死呢 还是朝廷的当红宰相 所以李游自然就很卖命地守城了 对李游来说 此时的刑阳比他的性命更加重要 当时吴广使用的是一个最原始的 也是最笨的工程方法 强攻 李游当时被逼的同样只有两个字了 死守 就这样 两个人就像玩太极似的 一个仗着人多势众不断强攻 一个仗着城墙坚固严防死守 殊不知吴广在围攻一个 坚不可破的城池的时候 他已经犯了屯兵于 兼臂之下的兵法大计 结果几个月下来 他的强攻都没有奏效 倒是李游以义代劳 越守越轻松 越守越来劲 到后来啊 还能时不时地 趁着义军精疲力尽的时候 偷偷地反击一下 得到一点好处 再缩回城去 吴广是无计可施了 到现在早已经是军心涣散 可乌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这时候 周文被围告急的书信 不断传来 老子现在攻城还缺人呢 哪有多余的兵去支援你啊 自力更生 封一足食啊 这就是吴广给周文的回复 可是 行阳还没攻下 周文就已经死了 直到这时候 吴广才为自己轻率的行为 感到后悔 他怎么也没料到 周文当时的处境 有那么危险了 可是后悔也没用啊 秦军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他了 吴广的所作所为 连他的部下也有脾气了 你不是无情吗 那休怪我无意 部将田葬和李归 一番密谋之后 已经是面露杀机了 他们两个弄了一道甲博书 走到吴广的军帐当中 说是陈王有诏遇到 吴广也不知道事迹 还老老实实地 跪在地上听令 这下 田葬和李归两个人 就毫不客气 一个人假装念诏书 一个人趁机拔刀 是轻而易举的 就砍下了吴广的脑袋 吴广就这样 结束了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 也许他到死的时候 也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 不是死于秦军之手 而是死于自己的部下之手 田葬和李归杀了吴广之后 伪造吴广造反之罪 上报给陈胜 鉴于当时危急的局势 没错 是很危急 周文的死 对革命军的打击是巨大的 陈胜并不敢对吴广的死 做过多的调查 只好封他们两个为上将 嘱咐他们尽力西进攻勤 田葬和李归 倒也不是什么贪生怕死之辈 夺了兵权之后 二话不说就率领手下革命军 急忙西进要替周文报仇血恨 可他们两个人忘了一个最为重要的条件 张寒灭了周文之后 士气正旺 正张着那血喷大嘴等着他们呢 面对上门的失误 张寒岂有不收之力啊 田葬和李归最终 只能是以人头相送 就这样 张寒取得了第二次胜利 随后张寒在掌使司马新 都尉董毅支持下 全力反攻陈胜的义军 此消彼长一进一退 从这以后 陈胜的革命军是兵败如山倒 没人能够抵挡不可一世的张寒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惊人的一幕 张寒的大军开到哪儿就胜到哪儿 什么叫所向披靡 这就是 各路军马差不多都被张寒给打败了 面对不断传来的噩耗 陈胜顿时感到大势已去 没办法 他只能选择退兵了 可是天下之大 哪里有他的容身之处呢 他只能朝自己的家乡退去 一路上陈胜终于体会到了 从天堂掉到地狱是什么感觉 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 功名利禄好似朝起朝落 坐在马车里的陈胜是深有感慨的同时 却把满腔怒火撒到了车夫的身上 赶车的是一个姓庄的很倔强的男人 性格暴躁 面对陈胜不断的责骂 三天三夜没合眼的车夫 心里边的怒火就开始升温了 他虽然是一介粗鲁之辈 但是现在也知道 你陈胜大势已去 哪里还容得下他这么吆喝自己 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就找到了同样对陈胜不满的 后车护理张顺两个人是一拍即合 他先利用高潮的赶车技术 把大部队远远地甩在了后边 等车走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又假借车子出了故障 骗陈胜下了马车 趁陈胜下车的机会 他趁机一见就刺穿了陈胜的心脏 陈胜就这样没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 以失败告终 刘邦刚刚办完母亲的丧事 就传来了陈胜兵败被杀的消息 他的身子被震得一颤 这个噩耗无异于晴天霹雳 在刘邦的心里 他对第一个举大旗拉大皮的陈胜 是既敬又配 同样是地地道道农民出身的陈胜 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怒而揭竿而起 比起自己明哲保身 率领逃兵躲在大泽的深山里的懦夫行为 他陈胜太勇敢了 太伟大了 刘邦本来想等自己办完丧事 守完孝 就举兵追随陈王去干大事业 可是呢 突如其来的变故 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他还来不及有所反应 秦朝的大军已经向他开过来了 原因很简单 他杀了沛县的县令 自立为县令 是个典型的反动派 四水的郡守亲率秦军来围剿他 此时陈胜的义军 差不多被张罕灭得不成样子了 这个郡守需要浑水摸鱼 趁机捞点功劳 好为他的仕途铺路 面对着气势汹汹的秦军 刘邦知道 此时如果还不反击 只怕永远都没有反击的机会了 于是 专门派土狗的樊快 帅军迎敌 樊快有了第一次表现自己的机会 他自然不会错过 直杀的秦军是落花流水 狼狈而逃 樊快平常没什么本事 但是土狗的本领却是一流的 土狗就是杀狗 于是追赶敌人到了薛城 把包括郡守在内的秦军 都像狗一样给屠杀了 出师打劫 刘邦还来不及品一品胜利的美酒呢 就尝到了背叛的滋味 刘守在封义的守将雍齿 不时时机地在他背后放了一把火 差点让刘邦葬身火海 这个雍齿为什么在他背后放火呢 原来雍齿当年曾经和刘邦争过寡妇 前边已经说过了 刘邦当年在这个寡妇的酒店里边 来了个英雄救美 最终赢的王寡妇美人是一身相报 而英雄救美中的另一个主角 就是雍齿 刘邦起义之后 雍齿也带了几个人来投奔 刘邦当时正值用人之计 自然是来者不拒了 但这雍齿却是个牙字必报的人 当年的仇恨 他是一点一滴都记在心里边呢 一直都没忘 这时候魏向周氏以封侯为诱饵 来诱祥他 他自然就顺势倒向了朝廷 刘邦刚刚起义不久 人不多兵不壮 现在后院又起火了 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正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呢 刘邦却幸运地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 他无异于是雪中送炭般的出现 使得这只微弱的革命之火 不至于熄灭了 这人谁啊 这个人就是日后被称为 关中三节之一的张良 张良自自防 与刘邦手下形形色色地 涉及各行各业的将领谋士相比 他是个例外 张良的祖父张开帝 作为宰相 为三代韩王效力 张良的父亲张平 最先侍奉韩末之王 惠王的名臣 韩惠王去世之后 公子韩安继位做了国君 张平依然尽力辅助国君 但这个韩安 却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张平最终为抗秦而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他是劳累过度死的 张平死了之后 公元前二百三十年 韩也随之灭亡了 国破家亡 从此之后 张良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少年 就开始隐姓埋名 他白天读书 晚上练剑 期待着能够报仇血恨 后来经过他不懈的努力 终于找到了一个杀手组织 沧海帮 要单以时间来看呢 这个沧海帮 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上 最早出现的恐怖组织了 至于后来的什么 丐帮 华山派之类的帮派 那估计都是从这儿演变而来的 张良直接找到 沧海帮的帮主沧海先生 送上了不菲的礼金 要求也很简单 帮他杀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嬴政 秦朝的开国皇帝 秦始皇 这个沧海帮 本来都是由反秦人士组成的 他们当中的人 大多都和张良一样 都跟秦朝或多或少 有着国恨家仇 有着个人恩怨 因此 沧海是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 就直接对张良说了 这笔生意 我接了 就在这个时候 机会来了 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了 秦始皇自从当上皇帝以后 空闲多了 他就喜欢上了出巡 皇帝出巡 是看望天下百姓 其实呢 他就是为了游山玩水 公元前223年春天 秦始皇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东巡 那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啊 沧海收了钱 那就得替张良去刺杀秦始皇 他就开始暗暗地策划 刺杀秦始皇的行动 首先得去踩点啊 沧海详细研究了秦始皇 此次东巡 可能经过的路线 设计好了暗沙的地点 杨武县内有一路段 是刑事的最佳境地 这个地方是一条原始通道 两岸加山 树冒林盛 藏身和逃跑都很容易 是一个绝佳的刑事地点 沧海把刑事地点选在了这儿 充分说明他具有职业杀手的敏锐眼光 第二就是人选 沧海从他的帮里边 选择了一个大力士 作为这次任务的执行者 这个人姓郑 叫郑感 是燕国的一个装士 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职业杀手 据说此人力大如牛 几百斤重的东西 在他提起来是毫不费劲 沧海也是料事如神 秦始皇的巡游队伍 果然要经过他精心挑选的地段 郑感潜伏在那路段的丛林里边 三天三夜之后 秦始皇的车队如期而至 郑感知道成败在此一举 他不由地屏住呼吸 手持那根重达一百多斤的大铁锤 瞅准了秦始皇的作念 等到距离最近 角度最好 那才是最佳的出手时机 郑感果然不愧为职业杀手 他的出手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毫无声响 却又是那么的漂亮 说时迟那时快 铁锤划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 是直奔目标 可是呢 就在这个时候 秦始皇所乘坐的碾车 突然碰到了一块石头 车轮子歪了一下 就这么稍稍的一片 正赶的大铁锤 就和车里边的秦始皇擦身而过 这次的刺杀行动 就这样极有戏剧性的失败了 有的机会只有一次 失去了就不可能再重来了 面对秦始皇下令 重赏捉拿凶手 张良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严姓埋名躲起来 大隐隐于是 小隐隐于也 当时的张良隐身到了夏批 在这里一隐就是十年 而就在夏批 他遇到了一位 奇能异士之辈 这也算是一个小插曲 但是对张良来说 极其重要 这里简单地说一下 一天 张良满怀心事地走到一座桥上 正在他摇头摆尾的 长探唏嘘的时候 一个童颜鹤发的老头 走到他身前了 他故意地 把自己脚下的一双鞋子 丢到桥下 然后用命令的口气 对张良喊 给我捡回来 我跟你素不相识的 凭什么给你捡鞋呀 张良这句话没说出来 他是在心里边嘀咕的 但嘀咕归嘀咕啊 但一看那老头满头白发 心里边就生起了 侧隐之心了 就去帮他捡鞋子 好不容易把鞋子给捡来了 那老人非但没有感谢他 接下来的话 更是得寸进尺 给我穿上 又几乎是命令的口气 俺爹还没有 这么温顺地伺候过呢 我这得伺候你 凭什么呀 张良一想到他爹 眼睛又变红了 是啊 我没爹了 我无依无靠 我这么可怜 可这一个老人家 无依无靠 那不是更可怜吗 于是他就蹲下身子 真的又给老人穿上来 这时候 老人给张良 说了一句很含蓄的话 五天以后 天亮时分来这里 我送一件神秘礼物给你 张良当时压根就没想过要什么回报 但好奇心让他五天之后 真的来赴约了 没错 谁都有好奇心 张良也同样 不过张良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约会竟然赴了三次才成功 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 张良到桥上的时候 那老人早已经守候在那了 老人抛出一句话来 五天之后再来会我 说着就拂袖而去了 张良的第一次约会 就这样以失败高中 等第二个五天到来的时候 这一次张良吸取了教训 天才刚刚亮 他就急匆匆地赶到桥头来了 但是当他睁着朦胧睡眼 看见老人又早已在桥上等他的时候 不由的是面红耳赤 那个害臊啊 这回老人依然是抛下一句话 再过五天来见我 说完老头又拂袖而去了 张良的第二次约会 也同样以失败高中 张良的第三次约会 终于成功了 这一次 张良干脆直接卷起铺盖 扑到桥上去睡了 这下老人没辙了 交给他一个包袱就走了 据说这个包袱里边 藏着江子牙江太公 当年留下来的太公兵法 有了这本书 张良等于得到了 江太公兵法战略真传 多年前心学习之后 已经具备了运筹帷幄的万千掏掠 此时张良和刘邦一见面 双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迟到现在 咱们依然搞不明白 刘邦是怎么一见面 就把张良给整得服服帖帖的呢 但是我知道 梁秦择目而期 梁臣择主而逝 张良当时遇到刘邦这一幕 就好比江子牙遇到周文王一样 梁臣和明君一见倾心 张良不需要借别人的慧眼 以自己的肉眼看清眼前这位 一脸龙象之人 却有不凡之气 那刘邦遇到了张良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是不是也该出场了呢 没错 项羽同志该登场了 先介绍一下他的家族 项羽在中国是一个特别的姓 项家人世世代代都是楚国的贵族 为楚国的复兴和繁荣 立下了汉马功劳 因为功勋卓越 被楚王赐为姓项 项家也不负君王后爱 几乎每一代都有名将出来 到项羽的父亲项燕时 因为当时秦国强楚国弱 项燕成了保卫楚国的守护神 但项燕一己之力 不可能阻挡得了强大的秦军 前进的步伐 最终项燕为国捐去了 而楚国也随之灭亡了 项羽为了逃避秦军的 斩尽杀绝政策 不得不引顿他乡 而项羽自幼丧父 十来岁的时候 就被叔父项良领养了 项羽自己从小就力大过人 常常有举顶过头的惊人之举 那个顶大家都知道 三条腿一般都是铜的或者是铁的 非常非常的重 而项羽呢 经常就把很重的顶举过头来 这项羽还长着一双重童子眼 重童子是什么呀 就是呢 他有两个眼人 据说呀 是帝王才有的眼睛 眉宇之间有一股英豪之气 为了培养这个接班人 项羽几乎倾尽自己所有的经历 首先 交项羽识字 光阴荏染 三年下来 先生发话了 还是让他学见吧 项羽看着先生愤愤而去 那个揪心啊 心疼啊 那白花花的银子就这样浪费了 其次 教项羽练剑 光阴荏染 又是三年下来 先生发话了 还是让他学点其他的吧 是文也学不好 武也学不好 项羽就有些生气了 将来光复楚国 还怎么致望这小子呀 这时候 项羽说话了 学书不过几个姓名 学剑也不过抵挡一个人 这些有什么了不起 我要学的是 抵挡万人之术 这小子稚气到不小啊 而兵法正是项羽的长相 当年他在父亲项羽的耳濡目染之下 自然学了不少用兵之道 最后 没辙了 他亲自教项羽兵法 可是呢 项羽是个浅长辙指的人 不到一年 就对兵法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一谈到兵法就大喊头疼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 项羽每学一样东西 都是半桶水 当然 半桶水虽然没有一桶水那样的高度和深度 但半桶水的好处就是 让自己将来有领悟和提升的广大空间 他每样都懂一点 他呢 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全能选手了 这对于直精通一门的人来说 反而具有更广泛的优势 当然了 话虽这么说 那个时候的项羽为辞却没少生闷气 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态势 前边咱们已经讲过 公元前223年的春天 秦始皇进行了大规模的东巡 当时张良精心准备了一个暗杀行动 而项羽也没闲着 他和他的叔父站在会计街头 望着秦始皇那宏大的气势 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 将来我要取代他 原话是 彼可取而代也 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 和刘邦的大丈夫当如事业 以及第一个拉大旗起义的陈胜的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意思大同小异 都是典型的取代主义者 至于是不是这句话惹的祸 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 反正项羽说完这句话 就有人把他们书职告到了县衙 罪名是莫须有的造反 项家书职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听说消息之后是脚底板抹油 赶紧溜了 就到了一个叫吴中的地方 吴中是现在的哪呢 就是现在的苏州 到了这里之后 项羽开始展现出英雄本色 他豪爽大方 仗义书彩 办事果断 没多久 成了这里红白大势的操办人 当然 项羽这么热衷红白大势的操办 也不纯粹的是想为人民服务 还有他的政治目的 在操办过程当中 他一边组织人员配合使用 一边了解每个人的长处和本领 为日后起义做准备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当陈胜起义的号角 吹响神州大地的时候 项羽就知道 他等待的时机终于来了 十多年的光景 项羽也早已经被他调教成一个风度翩翩的人才 十年磨一剑 这句话果然不假 楚遂三千 王秦必处 陈胜是楚国人 项羽 项羽也是楚国人 后来正是楚国人的前仆后继 才把腐朽的秦王朝彻底推翻 正在项羽开始筹备起义这个节骨眼上 会计太守殷通主动把他请到府上去了 把他的起义日期又大大的向前推进了 如果殷通后来知道自己这一请是引狼入室的话 他一定会为自己粗帅的行动感到后悔的 当时殷通以敏锐的眼光看到秦朝 马上就要灭亡了 历史的潮流如此 已经不可逆转了 先发制人 后发制于人 于是他决定先发制人 此时不起义更待何时啊 他找来项羽 是想让项羽助他一臂之力 一些必要的客套过后 殷通终于说到了正体 他正色地说了一句 我想起义 项羽一听这话先是浑身一震 然后就装成样子 装成什么样子 装得比傻子还要傻 表示听不懂太守的话 我想起义 等殷通第二遍说这句话的时候 项羽才知道 这位太守并不是在开玩笑 也不是在试探自己 大势所趋 太守真是实实物者 项羽说这句话的时候 已经明白太守这次 请他来的目的了 心里边不由得安详啊 可惜你虽然识实物 却不识人呢 我堂堂相氏名门之后 岂会跟你这个昏庸无能的太守 通流合污啊 我想任你和桓楚做将军 殷通的话果然不出项羽所料 项羽先是客套的 说自己无德无能 怎么能任将军呢 先是推脱了一番 然后他才说 桓楚最近不知所踪 除了我侄子项羽之外 其他人都找不着他呀 那 那赶紧把项羽请来呀 从上边的这番对话 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了 这位殷太守的智商啊 简直就是一个婴儿 在他还不完全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 就贸然把自己的计划全盘拖出 他固执地以为他身为太守 他管辖范围内的人 没有不敢听他的 更何况 这次是重用他们 他有这种想法也是无可非议的 但问题是 他此次要用的人是项羽 一个非同寻常的人 随后的进程证明了 殷通的智商确实比婴儿还要低呢 因为随后项羽引来了磨刀祸祸多时的项羽 项羽进府之后 就毫不客气地给了殷通一刀 殷通的防御能力这么差 连项羽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项羽项羽就这样轻松地合计杀害了 会计太守殷通 然后淑职两个人 振臂高呼 早就对秦朝不满的众人是欢呼雀跃 纷纷涌向项羽 淑职的身边 不出几天 他们身边就汇集了八千多人 公元前209年9月 项羽集团正式挂牌成立了 这项羽集团建立以后 各地的有识之士纷纷地慕名而来 项羽和项羽正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对主动送上门来的英雄豪杰 自然是来者不拒 这其中 以陈英和英部两个人的势力最为雄厚 所以就成了项羽集团的顶梁柱了 在这儿呢 不妨来说说陈英和英部 这两个人 陈家在东阳县很是有名 不是因为钱 而是因为忠厚 县里人有什么事 都会首先想到请他来帮忙 因此大家对陈英很是尊重 陈胜革命的火种迅速传开以后 东阳百姓一起杀了那个胡作非为的县令 几千人聚在一起 准备参加到革命当中来 可杀了县令以后 他们才发现 他们还缺一个令人信服的头领 这时候大家就想到了老好人陈英 陈英虽然乐于助人 但是却不愿意当头领 可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 你越是不想当 众人就越要拉你下水 陈英就是这样 被众人强拉着上了贼船 陈英当了头领之后 附近起义的人是闻风而至 纷纷归于他的旗下 到了两万人马的时候 众人就纷纷要求陈英 自立为王 这时候陈英是站在贼船上 进退两难了 不得已 只好回到老家去问老母亲 知道自己儿子情况的 最熟悉自己儿子的 最了解自己儿子的 那肯定是老母亲的 老母亲对她说的话 忠心思想归纳起来 就只有这么一句 你呀 就是一个做猴的料 不是成王的命 老母亲的话毫不客气 一针见血地告诉陈英 众人推你为王 并不是看中你的才能 而是把你当成挡箭牌呀 如果革命最终成功了 他们可以风漆印子 荣华富贵 一旦革命失败了 他们作为父从之人容易逃命 而你呢 不就成了罪魁祸首吗 陈英的老母亲 见识确实深远 陈英本来就没有 当王称霸的心 回去之后是打死 也不肯再为王了 但是她的部下 可不是吃素的 不断做她的思想工作 对于陈英来说 这是一场艰苦的拉锯战 推来让去的结果就是 让向良输职 捡了一个大便宜 面对着陈英 带着几万人马来投奔 向良的一张脸 都笑成一朵花了 当时 他心里边可能在想 这真是天上掉馅饼啊 让向良更加惊喜的是 天上掉的馅饼 不是一块 而是两块 还都被他给捡到了 另一块馅饼就是英部 英部是卢将军六仙人 后来犯了罪 被判了情形 此后被人称为情部 服刑期间 他也在离山 打过几年免费的工 后来革命的春风 吹醒了他的头脑 他逃出离山以后 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只因为刚刚扯虎皮拉大起 兵不强马不壮 又惧怕杀人狂魔张憨来围剿 所以就投靠大名鼎鼎的向良来了 这样一来 向良手下有八千江东子弟兵 一下子变成了八万人的向氏集团 发展如此之迅速 却是始料不及的 就在向氏集团日新月异的时候 刘邦以他敏锐的眼光 认定这是一支潜力鼓 决定前去考察一番 刘邦考察的方法也很简单 首先看看向良是不是个慷慨大气的好老板 道理很简单 如果一个老板很小气 舍不得给投股的人一点好处 这样的公司再好 发展潜力再大 也不能入股 于是 刘邦一个人昂首阔步地来到了向君的营帐 对招待的人理都不理 直接找到向良 然后把早就写好的借条交给向良 向良有点惊讶地 看着眼前这个相貌非凡的人 素未谋面 开口就向自己借东西 这样的人的确是少见的 感叹归感叹 当时向良也不知是怎么想的 拿起笔来就龙飞凤舞地签下了两个字 同意 就这样 刘邦是空手而来 满载而归 他带走了五千精兵 刘邦成功了 当然 他的成功是建立在一个特定时期 特定条件的基础上 这个条件很简单 因为他们当时都处于一个阶段层上 大家都在闹革命啊 其实这个借兵的主意是张良出的 他见刘邦志在夺取封义 但苦于势单力薄 就建议他前往向氏集团接兵 从后边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借就借出一段奇缘来 按照常理 大凡你借了别人什么东西 一度过难关或者到了期限 肯定是要还的 刘邦也不例外 借了向良的五千精兵 顺利拿下封义 打败雍池以后 他自然得来还兵了 常言说得好 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 看来这话一点也不假 也就是还兵的时候 刘邦和项羽邂逅了 当时的刘邦39岁 而项羽只有25岁 两个人相差了整整14岁 在我们现在看来呢 年龄相差这么大 可能在沟通和交流上有隔阂 但当时的刘邦和项羽 却不是这样 两个人一见面以后 是侃侃而谈 国事家事无所不谈 两个人越谈就觉得心贴得越近 就拜靶子结成了兄弟 拜靶子结成异姓兄弟这一套 对刘邦来说 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拉人伎俩了 从小和卢婉结为靶子兄弟以后 他马上就领略到了 结为兄弟的好处 因为在以后十几年的寒窗苦读生涯当中 他爹没交过一分钱的学费 都是鲁老地主给付的 辍学之后呢 刘邦跟那些一起混的酒肉朋友 都是称兄道弟的 虽然再也没有领略到 鲁老地主那样的好处 但是平常打架斗殴 刘邦高呼一声 兄弟们就提着家伙 浩浩荡荡地涌到他身边来 可以说 刘邦就是靠败把子拉帮结派 最终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这时候 面对如此大好良机 刘邦自然不会放过 他也不顾满地都是泥了 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再说吧 项羽毕竟年轻啊 他哪知道刘邦有这么多的 败把子历史啊 眼见比自己大十四岁的刘邦 可怜兮兮地跪在地上 他如果不跟着跪下去 从良心和道义上都说不过去呀 于是乎 两个人是涉案焚香 拜天拜地 然后对天起事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令人觉得讽刺的是 两个人成了败把子兄弟之后 项羽只活了六年 到了三十一岁的时候 就在乌将被败把子兄长刘邦 逼得自杀身亡 而比项羽大十四岁的刘邦 那可是又活了好几十年才老去的 由此可见 当时刘邦和项羽结拜兄弟 纯粹是战略上的需要 他那时候势单力薄 而项梁项羽兵强马撞 先借项羽这棵大树 盛下粮 寻找机会再一展报复 就这样 刘邦拉拢了项羽 这个项羽集团 是个值得期待的潜力股 结拜的好处有这么多 难怪后来很多人都学刘邦 动不动地就搞个什么结拜主义 看来这一招是至上法宝 古今通用 项羽集团的实力进一步壮大以后 众人拥护着说了 大王您英明果断 德高望重 应该自立为王才对呀 是啊 当大王多威风啊 就在项梁将要点头答应的时候 人群当中出现了一位老者 这位老者年欲七寻 头发花白 站了出来 给项梁上了一节生动的政治课 他详细地分析了 陈胜起义失败的原因 这里简单地把他的话归纳为 陈王出身低位 不立楚王之后为王 刚起义就自立为王 违背了民心 所以失败 他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 陈王起义失败的偶然和必然因素 是啊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 一个原本在庄家地里 脸朝黄土 背朝天的泥腿子 突然有一天坐在皇帝的龙椅上 对大家说了 从今而后 我就是皇帝 大家都得对我三寇九拜 这是不是很奇怪呢 信服他的人又能有多少呢 也许有人会问了 古往今来 很多皇帝都是农民出身的呀 但问题是形势不同 不可同日而语 那时候他刚刚起义 天下还是大秦的天下 他只不过是一个造反的 如果他把天下打下来了 再称王称帝 那时候就算他不同意 大家也要把他推向皇帝的宝座 一个高明的谋臣 就是要具备神识夺势的能力 换句话说 此时向良向语的处境 跟陈圣差不多 虽然他们是名门之后 但如果刚刚起事就自立为王 那么他的下场将会只有一个 那就是布陈圣王的后尘 那说了这么半天 这个白发老者是谁呀 这个老头就是范增 在日后灭秦 及项羽刘邦两大集团争霸的时候 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后面将会讲到 他更加精彩的表演 范增说话不建议项良称王 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项良自然知道范增的意思 他向氏集团虽然发展得快 现在已经出具规模 但毕竟刚刚成立不久 与其他地方的大型集团军相比 却是小屋见大屋 不值一提 但集团要想有所突破 在全国有一席之地 就必须得走出去打天下 江湖路不是那么好走的 要想走出去 就必须得有强大的后盾 如果把相氏集团 依附在楚王这块金字招牌上 岂不是事半功倍呀 接下来的事就是这样 为了相氏集团美好的明天 项良几乎发动了所有的部下 去搜寻楚王的后代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有人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边 找到了一个木童 据说他就是楚怀王的第四代孙 当时也没有什么DNA验证 他们凭什么就认为 这个仅仅十二岁的木童 是楚怀王之后呢 到现在我都持着怀疑态度 但当时项良只需要一个 并不需要讲话办事的楚王 做什么呢 来做品牌效应 所以这个小木童 究竟跟楚怀王有没有血缘关系 其实并不重要 于是 这个山野木童一步登天 拥有了他的祖父一样的名号 怀王 而最早加入项氏集团的陈英和英部 分别有了自己的官衔 上驻国和当阳军 当然 这一切幕后的操作人项良先生 自封为武信君 战国的时候 齐国有孟长军 赵国有平原军 楚国有春申军 这些名字中凡是戴军的人 当时要么是公子王孙 要么就是封侯封王之人 总之都不是一般的人 项良自封为武信君 他的雄心可见一般 就这样 楚氏集团 也就是楚国 算是彻底的复辟了 他集团下边 又分为项氏集团 陈氏集团 英氏集团 这三大集团 陈氏集团和英氏集团 表面上 从项氏集团里划分出来了 但是仍受项氏集团的 节制和管理 原因谁都明白 因为整个楚氏集团 都是项良一手打造出来的 这里还需要一提的是 刘邦同志势力弱小 还没被分为单独的集团 暂时和项羽待在一起 就在项氏集团兴起的时候 秦朝的杀人狂魔张翰也没闲着 首先得申明一下 这位张翰看似凶残 但并不只是一个 有勇无谋之辈 眼看战国六大旧集团 纷纷复辟 为了大秦帝国 为了自己的前程 他是那个万分招击呀 在打击陈胜集团的时候 他就是选择 各个击破的战术 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 因此 面对赵燕卫楚韩旗 六大旧集团的先后复辟 张翰首先选择了 相对来说是软柿子的 魏氏集团开刀 但六大旧集团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都明白 纯王齿寒这个道理 于是就联手抗秦 齐国和楚国离魏国最近 自然最先去支援了 当时楚国向梁派出的大将 是有着相式血脉的向塌 而齐国的齐王田旦 为了显示抗秦的决心 更是亲自挂帅前往魏国 于是小小的林继 一下子汇集了四路大军 三打一 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让张翰始料不及的是 这一战居然打了三天三夜 还没分出个胜负输赢 这下张翰就急了 三国联军三天三夜没合过眼 一看秦军退去了 几乎所有人都躺在地上蒙头就睡 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 睡觉是他们最大的奢侈 胜过了黄金白银 就在三国联军酣睡的时候 张翰的军队却没闲着 他们先是拿出干粮来吃饱喝足 收拾休息之后 趁着浓浓的夜色就出发了 去哪儿啊 目标直直睡得像死猪一样的 三国联军 也许有人会疑惑了 张翰大军和三国联军一样 都打了三天三夜的仗 这时候居然还能够作战 难道他们是铁打的 其实张翰大军 本来就不是一般的军队 他军队当中的人 大多数是在离山服役的囚犯 服役的时候 他们什么苦没吃过呀 什么醉没遭过 什么泪没受过 什么痛没尝过呀 这几天的连续交战 对他们来说 那简直就是小儿科 后面的进程很简单了 张翰找到睡在地上的三国联军 然后就像切西瓜似的乱斩乱砍 像他闻得风声不对 来不及穿衣服系鞋带呢 就狼狈而去 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包括魏王齐王在内的三国联军 都成了刀下之鬼 听到向他的哭诉 向良知道张翰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他了 与其等张翰来进攻 到时候再被动地还击 那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呢 于是 向氏集团大军主动地来到了张翰 所在地东厄 不克东厄 势不回军 向良下了死命令 良虎相斗 闲话免谈 相宇手中的银挤出手了 张翰岂肯落后 挥出宝剑迎战 张翰打了这么多仗 从来没败过 一开始对向羽 还有着轻敌之心呢 等两个人交上手之后 他这才后悔莫及呀 因为对手比他更有能耐 就这样 战了几十个回合之后 张翰知道他要再不逃 那就性命难保了 于是虚晃一枪就撤 张翰是聪明人 自然明白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少 古代打仗的时候 很文明的 兵对兵 将对将 主将能战胜的话 这一战差不多就赢定了 张翰手下的士兵 本来和向羽的士兵 正打得难解难分呢 突然发现 主帅这么拼命地逃 先是吃了一惊 然后自然也不甘落后 向羽就率领着兵士蒙锥 张翰官以出名的 穷锥蒙打 咬人战术 被向羽 活生生地剽窃过来了 当然 这个时候 我们还可以看到 很少露面的刘邦 刘邦带领他手下的 那一批兄弟 提着一个大麻布袋子 捡回那些 价值不菲的战利品 张翰好不容易逃到了蒲阳 这才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这蒲阳是秦军的 军事重地之一 项羽追过来了 也只能是望成兴探 项羽看他张翰没辙了 心里边的一股子劲没出发 大手一挥 杀向了由李游把守的拥救 这时候李游的父亲李斯 已经被赵高陷害入狱 身陷淋雨 生死未捕 李游正焦头烂额 哪还有防备啊 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早就成了项羽的刀下之鬼了 当然 这样重要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 刘邦同志还是及时出现 分享战利品 就这样 项羽拼命地征战 刘邦却趁机大捞战利品 刘邦的势力 已经成了迅猛发展之势 项羽的接连胜利 让项氏集团声名远播 作为项氏集团的头领 项羽同样掩饰不了内心的喜悦和激动 是啊 连张罕都被他们打败了 这秦军之中还有谁能是他们的对手啊 他大手一挥 兵分两路 全面打击秦军 一路进攻极水南岸很远的定陶 上次项羽大放异彩 这回攻定陶城的事 他就当仁不让 亲自主刀出马了 另一路派项羽和刘邦 去攻打济水边上的承阳 河南省浦阳附近 一到定陶城下 项梁这才发现 看似小小的定陶并不好攻打 城墙坚韧 防守极密 是块难啃的骨头啊 偏偏这个时候老天也不做美 项梁的军队才到城下 就下起大雨来了 而且这雨一下就没有停的意思 项梁又不甘心撤兵 他是第一次带兵攻城 总不能让人小瞧了吧 但是雨这么大 又不能攻城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项梁没辙了 只好整天地跟士兵们 躲在营章里边是借酒消愁 那天晚上 倾盆大雨还在下呢 项梁听着帐外的雨声 又在借酒消愁 就在这时候 有一队人马却神不知鬼不觉地 悄悄地向他的大本营靠近过来 不错 就是张罕和他手下的士兵 在这么漆黑的夜里 他们踏着这么泥泞不堪的路 是来提项梁脑袋的 项梁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一声惨叫 就定格成了永恒 张罕眼看一刀把项梁结果了 这群项军居然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心里边的气就不打一出来 太没礼貌了吧 得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红色是什么颜色呀 绚丽而又刺眼 壮观而又凄凉 张罕此次偷袭的最后结果是 项梁全军覆没 张罕一见项梁死后 他认为项羽刘邦已经成不了气候了 可从灰石北上去扫荡照过了 后来张罕知道项羽和刘邦 才是他真正的对手时 已经是悔之晚矣 如果此时他能乘胜追击的话 项氏集团和整个楚国 都很可能面临彻底的灭顶之灾 项梁的死 对于项氏集团来说损失惨重 而年轻的项羽自然继承了项梁的衣钵 只是他毕竟还年轻 还没有项梁那种地位和权力 楚怀王趁机把军事的领导权给夺了回来 前面已经说过了 楚怀王即位时只是一个十二岁的木桶 就是个放牛瓦 不过别看他年纪小 自从当了大王之后 举手投足之间是悠然自得 神色自若 仿佛天生就是做君王的料 为了防止张罕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来攻打 楚怀王听从刘邦的建议 把国都从须夷迁到了地理位置优越 城防坚固如铁的老革命根据地 彭城 那时候的彭城是现在的哪儿啊 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 先把战事放一放 咱们先来提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宋义 向良手下的一位谋臣 向良在定逃军情怠慢 不思进取的时候 他就曾善意地提醒过向良 张罕那个人用兵神出鬼没 要提防他趁着大雨来偷袭 但当时向良哪听得尽他的话呀 宋义眼看自己说的话 被放屁了一回 就分分然地离开了向良 来到了怀王身边 说向良必败无疑 这楚怀王对此是持观望的态度 套用一句围棋俗语来说就是 胜固可喜 败义欣然 向良要能赢当然最好了 如果输了 他也喜欢 毕竟他对实权在握的向良 很是头疼 这个向良不处 他这个大王当的实在是窝囊 后来果然不出宋义之所料 向良兵败落得个荒师野外的地步 楚怀王眼见颂意这样的料事如神 自然对他刮目相看 就把他拉拢作为心腹之人来用 迁都彭城以后 包括刘邦 吕晨 陈英 英部等人 都为楚怀王马首施战 向良死了之后 向宇是鱼翼未封 虽然心里边一千个一万个不情愿 但只好顺应行事 听从楚怀王调遣 在这种情况下 楚怀王招来朝中的文武大臣 召开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 会议上 楚怀王首先发表 对向良同志的调宴之词 引得各位将领的一致功名 各大将领纷纷表示 要为向良同志报仇 与秦军与张汉势不两立 此时项羽被感动的是热泪盈眶 就是要这种效应 眼看时机已到了 楚怀王这才轻咳了几声 轻了轻嗓子 宣布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这次他制定的军事行动 分两步走 第一步 由宋义为主将 项羽为次将 范增为末将 率领军队 北上救赵 第二步 由刘邦率另一支军队 在南县开辟战场 并向关中方向挺进 说是两步走 其实这两步是同时走的 因为楚怀王还规定了 谁能先打败秦军 占领关中 就封谁为关中王 关中王 这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位子 其实这个战略步骤 是怀王的心腹宋义 想出来的金点子 宋义以他敏锐的眼光 分析了当前形势 当时是这样对楚怀王禁言的 张汉几十万大军 都在攻打赵国 以为巨鹿 一睹极远 陛下可派一将 趁机攻卫 同时潜意猛将 功夫兼用 西向攻秦 直逼秦都 使张汉顾此失彼 如此秦可破也 但从上边的分析来看 应该说宋义 的确具有着 非同寻常的眼光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 之所以能够灭秦 他这缤纷两路的构思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 具有非凡的才能 并不代表就能做好一名 统帅迁军的将帅 宋义本人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下一章呢 咱们会讲到 宋义离职上谈兵 究竟有多远 应该说这次会议 开得很成功 楚怀王原本是 向良请来的一个 挂名君王 在向良兵败身死之后 楚怀王抓住 向良所犯的军事错误 联合众将领 拉拢谋士宋义 说服陈胜起义军的 接班人吕臣 又暗中争取到 前生股刘邦的支持 收回了兵权 并且按照宋义的提议 坚决而果断地制定了 北上旧赵 西向小关激勤的 正确战略方针 意义重大而深远 这次会议充分展示了 楚怀王的才能 可惜他对项羽 这样的贵族子弟本质 和刘邦这样的流氓 本性认识还不足 而且他当时是一文弱少年 又不能亲自带兵打仗 以致夺回来的兵权 又很快地丢掉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两路人马怎么放出去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 再也收不回来了 对于年轻的项羽 对于老大不小的刘邦来说 他们一展才华的时机 终于到了 历史的舞台 注定是他们两个人 来唱主角 龙起 池中雾 成雷遇上天 对于老大不想着 听这些人的声音 吴听这些人 我也想着了 是反正的 对于老大呢 本性的声音 相对 就是 对于老大不说 那是老大不说 对于老大不说 那就是老大不说 是老大不说 好 老大不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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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王一看秦军这个架势 吓得浑身瘫得一瘫泥似的 没辙了 只好向其他各盟主求救 张翰可不是一般的人 他早就料到赵王会有这么一招的 他屯兵于巨鹿南面的吉远 全面阻止外来集团向巨鹿的支援 各国救兵暂时来不了 赵王被困在城里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 而此时的张尔却痛恨起陈瑜来了 原来 陈瑜虽然一时被张翰打败 但没过多久 手下又汇集了几万精兵 张尔原本以为 陈瑜会马上来救巨鹿的 但陈瑜却好像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 只是躲在远处观望着 当然了 陈瑜没有马上去救巨鹿 并不是他绝情寡异 而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 一来他按兵不动 可以牵制秦军一部分主力 二来即便是他想去支援 就凭他那几万人 无疑是飞蛾扑火 随后的事情是这样 张尔不断派人去向陈瑜求救 但陈瑜就是按兵不动 一对生死之交的兄弟 就这样彻底决裂了 张尔一直都没明白 正是因为陈瑜屯兵于外 牵制了秦军的部分主力 才使得巨鹿能安全地守上三个多月 为项羽的到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使得他和赵王能够最终脱险 日后我们看到战场上的张尔和陈瑜 拔刀相对的时候 感慨良多呀 人世间有多少误会可以重来呢 秦二十三年九月 也就是公元前二百零七年 楚军北线作战部队 在宋义的率领下来到了安阳 这个安阳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安阳市 到了这里之后 宋义突然停下来不走了 又是安阳又是闸寨 大有在这儿安家乐业 一想天年的意思 这下可把项羽和范增 两个人给挤坏了 现在秦军正在围攻巨鹿 如果此时迅速渡河去支援 楚军攻其后 赵军应其内 内外接应 就可以一举击败秦军 这是打败秦军的最好机会 不能就这么白白浪费掉了 项羽是个火爆脾气 他气冲冲地就闯进了宋义的营帐 直接就问他 为什么按兵不动 不问倒还好 项羽这么一问 宋义就抓住机会 给项羽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政治课的中心思想是 梁虎相争 必有一伤 理由呢 秦军和赵军交战 马上就会出结果了 如果秦军胜 他们也是疲惫之失了 到时候我军一意待劳 正好可以趁机攻打他 如果秦军败了 我军更可以顺利地往西走 指导秦朝国都咸阳 结论呢 是让秦国赵国这两家斗一阵子 等到两败俱伤的时候 再去坐收鱼翁之力 应当说 宋义的理论 在我们今天看来 确实很高明 隔山观虎斗 坐享其成 但问题是呢 这只是他当时 一厢情愿的想法 没有真正和张汉 交过手的他 并不知道张汉的真正强大 他所说的理由 其实有一条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 秦军不可能会败 这样延误战机 等到赵国真的被秦军给灭了 下一个目标 很可能就是他们楚国了 这也可以看出宋义的书生气来 而且就形势的分析 也有点纸上谈兵的味道 火爆脾气的项羽 可不吃他这一套 大骂宋义 贪生怕死 然后是愤愤离去 宋义身为主将 那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如今这权威受到了挑衅 他自然也就不干了 当即就下了一道命令 猛如虎 狠如羊 贪如狼 将不可使者 皆斩之 在史记项羽本纪里边 有这段话 项羽自然知道 他就是针对自己说的 就这样 两个人的矛盾迅速升级了 到了十月 也就是宋义停军不前 一个半月之后 机会终于来了 别看宋义整天逗留在 这无比荒凉的山野地区 却也办了一件 值得炫耀的私事 那就是成功地 把他的儿子宋乡 推销到齐国做宰乡去了 据说齐国宰乡一职 是施行公开招聘的 但很多才华横溢的人 都被拒之门外了 齐王最终选中了 并没去参加应聘的 若观少年宋乡 可是呢 就是这件喜事 直接把宋义 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他大白酒宴 为儿子去齐国 举行了一次 别开生面的宋别宴 举行宋别宴原本也没什么 只是宋义可能忘了当时义军的情况 宋义饮酒高会 与众官员们吃香的喝辣的的同时 众士兵的待遇却完全相反 他们已经好多天食不果腹了 连吃冷的喝凉的都没有 而就在这个时候 项羽抓住机会 在军中大散舆论 无非是说宋义 只关心他儿子的前途 哪儿关心过士兵们的 饥寒暴暖呢 这个舆论一遭 本来就对宋义不满的士兵们 自然就对他更加不满了 沉默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准备活动做好之后 项羽就不再沉默了 第二天一大早 项羽借机冲进了宋义帐房里 二话没说就把宋义给干掉了 然后对众士兵们说 宋义在搞阴谋诡计 企图和齐国合谋反楚 他是奉了楚怀王的密令 才诛杀了宋义 众士兵本来就对宋义 很是不满了 一听说宋义已经死了 大家都是欢心鼓舞 在这个时候 项羽还派出一队人马 追上了就快要到齐国的宋乡 来了一个斩草出根 最后他才派出心腹大将楚怀 向楚怀王报告 说宋义迟迟按兵不动 想要谋反 相语的这一招先斩后奏 那真是高明至极啊 反正是死无对证 自己又领兵在外 就算你楚怀王怪罪 你也拿我没辙 楚怀王接到报告之后 虽然心里边很是疑惑 但又碍于当时的刑事 只好任命项羽为上将军 继续北上抗秦 就这样 项羽重新夺回整个储军的兵权之后 大手一挥 全军火速向巨鹿进发 张罕 我项羽来了 我来替叔叔报仇来了 接下来发生的巨鹿之战 其实真正的应战才三天 但也就是这三天 彻底地改变了革命军和秦军的命运 项羽夺回军队的领导权之后 首先派英部和蒲将军率兵两万为先锋 渡黄河去支援巨鹿 当听说英部等人和秦将王黎 在巨鹿城外打得难分难解之后 项羽不再迟疑 秦二世三年十一月 项羽率领全军横渡黄河开赴前线 出发的时候就待了三天的干粮 渡了河就凿沉了船 摔破了锅 这就是破釜沉舟 沉船嘛 破釜增 烧军帐 每个人各待三天的粮食 下定了和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 项羽命储君只待三天的粮食 也就是说这三天之内必须彻底的打败秦军 我们且来说说这三天的进展吧 来到巨鹿城外 项羽一马当先 首先给了王黎一个下马威 王黎是张罕手下的得力干将 自打出道以来很少有败的时候 刚一开始 他仗着自己人多 想冲进储君 杀他们个人仰马翻 但储君在项羽的带领下无懈可击 王黎很快就败下阵来 就这样败了又攻 攻了又败 当时真佩服王黎的不服输精神 俗话说事不过三 三进三退 王黎这才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他跟项羽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将领 在围棋当中习惯把顶尖棋手分一流和超一流 其实一流和超一流之间 也许就只隔了一层纸的平静 但如果这层纸一直不能捅破 一流起手也只能一辈子 赶不上超一流的 现在的王黎和项羽就好比一流对超一流一样 一字之差 差之千里 王黎既然打不过项羽 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什么路啊 逃啊 这是第一天的战况 结果是项羽首战告捷 虽然取得的战利品有限 还好 这一回那专门捡战利品的刘邦不在 但是对储君的士气 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听说王黎第一战败了 张罕是又惊又怒 曾几何时 他几乎是百战百胜 所向披靡 但项羽上次把他弄得很没面子 如果不是后来利用项羽的大意 让他偷袭得手 雨夜斩项羽 只怕他当真颜面无存了 这一次 他岂能放过和项羽第二次较量的机会啊 细心的朋友可能还记得 项羽和张罕的第一次交战其实很文明 延续了中国作战的传统作风 兵对兵 将对将 当时张罕在项羽的攻击之下 心存惬意 落荒而逃 这一次 张罕自然想再跟项羽来一次真刀真枪的较量 事实证明 这只是张罕一厢情愿的想法 两个人的第三次见面 虽然只隔了短短几个月 但这几个月项羽已经完成了蜕变 经过了这么多人情变故 他已经变成熟了很多 上回两兄交手 为了验证对方的本领 才单打独斗了一回 但这回情势就不一样了 自己的大军昨天出战告捷 士气正旺 张罕 你想单打独斗 对不起 恕不奉陪 接下来的战场就是一片混乱 只见项羽带领的储君是乱打乱杀 见了秦兵就杀 见了秦将就砍 根本就没什么张法可言 可怜训练有素的张罕大军 被蛮不讲理的储君冲了个乱七八糟 乌烟瘴气 接下来的事很简单 秦军一窥千里 项羽率领储君直追杀秦军到天黑 这才意犹未尽的收兵 这是第二天的战况 结果依然是项羽大胜 歼敌无数 到了第三天 天刚刚放亮 项羽就召集全部储君 召开了一次军事大会 项羽准备和王黎在巨鹿城下决一死战 据鹿城之围能不能解 赵王能不能脱困 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项羽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大致的意思是 自渡过黄河破釜沉州以来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干粮就只够今天一天吃的了 前面就是秦军 身后就是黄河 咱们锅已经砸了 粮食就剩一天的 身后的黄河没船了呀 破釜沉州了嘛 现在咱们大家都已经没有退路了 没退路了怎么办呢 那也得找出路啊 只有向前才是出路 都说磨刀不误砍柴工 事实证明 项羽的动员工作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随后 项羽对这次巨鹿大战进行了精密的部署 战术归纳为明暗两点 明的是 他负责率领大部队到巨鹿城下和王黎进行打决战 按的是 鹰部和蒲将军负责铜马蜂窝 悄悄地绕到秦军的后面 把他们的书梁永道给切断了 分工布置完毕之后 那么 准备开断 历史上著名的巨鹿之战大战开始之后 双方进行了激烈而残酷的阵地战 项羽方大获全胜 最后是秦军大败 王黎被擒 苏脚被杀 射奸自焚身亡 至此 巨鹿城外的秦军几乎是全军覆没 王黎军的覆灭是张汉带兵出战以来 遭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 从此项羽那伟岸的身影 成了张汉心中挥之不去的痛 这让他再也没有勇气和信心 重新组织人马来决战了 这时其他各路来支持赵国的诸侯出现了 他们出现的也真是及时啊 不到胜利这一刻还坚决不现身 到了项羽的中军打仗 他们一个个伏地而败 并称愿意听从他的调遣 并主动把项羽的官职 由上将军提升为诸侯上将军 赵王在张尔的陪同之下 也来向项羽道谢 他也不顾堂堂一国之王了 跪地下就拜 可是项羽并没有露出喜色来 他的眼光幽远而深长地望着 乌边的苍穹 一个声音在心底里边响着 张汉看你往哪儿逃 拿命来吧 我叔父的血仇该用血来偿还了 居路之战失败以后 张汉的信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 他把军队住在极远 就是现在的河北平乡 当时是一个堡垒 在里边可以坚守 他不敢再和项羽交战了 你守可以啊 可人家项羽不同意啊 他一心要为叔父报仇 自然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去强攻了 就在这个时候 范增站出来了 对于年玉七旬的范增来说 少年时期贫困潦倒 青年时期流浪漂泊 中年时期怀才不遇 在中年的时候 他虽然洗得满腹经纶 但天下已经是大秦的天下了 他已经没有施展才华的空间了 好不容易到了老年 他以为他的一辈子 就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了 可陈胜吴广起义的革命春风 却吹遍了五湖四海 也吹醒了范增壮志未愁的梦 一展才华的时候终于到了 于是乎 他不顾满头白发 不顾年老体弱 不顾乡里父老的嘲笑 毅然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在这儿啊 我们已经无法考证 范增是不是当时 参加革命的最大年纪记录保持者 但谁都知道 范增这样老计福利 参加革命是没有白费的 他的名字 已经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从最开始的默默无闻 到逐渐出人头地 范增用自己的努力和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才华 向良也逐渐发现了范增是个人才 正要为以重任的时候 他自己却出师未结 身先死 被张罕给干掉了 留下范增常识英雄泪满金 向良一死 向羽毕竟还有点嫩 向氏集团的大权 已经被楚怀王给收回去了 范增的出头似乎又遥遥无期了 可是令人稍感意外的是 楚怀王在制定北伐计划的时候 并没有忘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任命宋义为上将 项羽为次将 而任命他为末将 一个将领的称呼也许微不足道 但却让他的一生从此就改变了 安阳目睹项羽刀劈送意 他看到了项羽的坚决和果断 还有那种与生俱来的霸气 这可不是一般地痞流氓的霸气 而是一副帝王将相的霸气 都说良秦择磨而期 从这以后 范增终于找到了 自己认为可以跟随的民主了 在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中 他辅佐项羽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谱写出一曲悲壮之歌 此时 在巨鹿之战大盛之际 他站出来对项羽有话要说了 话不长 只有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虽然这次张汉连持败仗 但手下还有二十多万人马呢 比起储君的人数来说 并不落后 他这是叫项羽 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对形势不要过于乐观 第二个关键词是 狗急了也会跳墙 都说明师出高途 范增的这两个关键词一教 项羽就毛色洞开了 大有拨开乌云见日出之感悟 于是 他就把兵马囤在张南 和张汉君是遥遥相望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进宫啊 他就会意味神长地说上一句 狗急了都会跳墙 那人呢 两方大军就这样眼对眼地 相望了近一个月 张汉接下来的日子并不好过 他接到了秦二世的一封诏书之后 就度日如年了 朝廷这时候早已经知道了 他兵败的消息 在张汉按兵不动的这二十多天里 咸阳早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扬了 赵高继继续以江湖传言不足为信 来搪填秦二世 他还信誓旦旦的表示 他会去催张汉抓紧时间灭敌 其实呢 赵高在心里边早就打起小算盘了 眼见着张汉兵败 怕自己独断专行一手遮天的事被人发现 为了推掉自己反抗革命不利的罪过 他决定把张汉弄成自己的替罪羔羊 李斯死了之后 整个朝中唯一能对他构成威胁的 就是手握兵权的张汉了 如果把一切罪过 一切责任都弄到张汉的身上 他就万事大吉了 但张汉毕竟是张汉呢 不是一个像秦二世那样 随随便便就能够糊弄的人 赵叔一到手 他就知道了 这完全是赵高假借皇上的名义弄的 权力灭贼 不得有误 延误战绩 军阀处置 这样只有十六个字的督促信 看得张汉心里边却是凉嗖嗖的 他在战场上拼死拼活 好不容易才败了两场 朝廷非但没有只字半语的安慰 反而有怪他进攻不力的意思 他自己也很想进兵啊 可是此时不说的项羽存有忌惮之意 而且四面都有各路联军 他想能打胜吗 看来皇上给蒙蔽了呀 得派一个人入境告知实情 再派些兵来 否则他可真是鼓掌难鸣 张汉静下心来这么想着 派谁去呢 派司马新 司马新是张汉派去咸阳 禀告秦二世 拒路之战情况的一员 手下汉将 可是 司马新这次咸阳之行并不顺利 甚至可以说是凶险万分 因为他差一点就掉了脑袋 司马新快马加鞭地赶到京城之后 就直接去找秦二世 可是呢 他很快就悲哀地发现 虽然他在战场上跟着张汉 出生入死好几年了 也算是风流人物了 但是 此时连皇宫的大门也进不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 没有领到赵高签发的许可证 宫中的卫士就是不给放行 见皇帝还得赵高来许可 司马新这时候才感到 事态比想象当中的还要严重 看来啊 朝廷果然像传闻当中的一样 朝中大权被赵高独揽 秦二世早已经被架空了 只是他自己身在云里雾里还不知道罢了 虽然这明显有违常理 但是人在屋檐下 怎能不低头啊 没办法 司马新只好去找赵高了 他一连几天 到了赵高府上都吃了闭门羹 后来他悄悄地塞了一些银子 给那些门卫 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看在银子的份上 那些门卫就悄悄地告诉了他一些实话 他们的主子赵高啊 是打定了主意不会见他的 想拿去见皇帝的许可证 还是神圣吧 不让自己去见皇帝 这明明是心中有鬼啊 司马新不敢再逗留了 于是他连夜就逃出了咸阳 因为是夜里赶路 他走着走着竟然迷路了 可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 福西祸之所以 祸西福之所以 正是因为他的迷路 却捡回了一条命 赵高本来就打算这几天 把司马新就地解决了 忽然听说他连夜出了咸阳 情之不妙 马上就派人来追 可惜他们派的追兵 走的是阳光大道 自然就没追到司马新 司马新如实汇报了 咸阳的所见所闻 张罕的心里是悲凉到了极点啊 你想啊 哥谁谁不心里边凉啊 为了秦朝 死死活活 打打杀杀 这么些年 而且很少有败仗 到头来呢 居然是这么个结果 还真不出他所料 南征北战 这么多年换回来的 就是这样无言的结局 看来这大秦王朝 真的是气数已尽啊 一个可怕的想法 就在张罕的脑子里边产生了 他自己也为这个想法吓了一跳 是啊 如果这个想法付诸行动的话 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他一世英明将彻底的毁了 可是呢 除了这样 他又能怎么样呢 进退两难 张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正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 他收到了一封书信 信使告诉张罕 派他送信的主人叫陈瑜 陈瑜 大家都不陌生的一个名字 一个十大局固大体 却被自己的结拜兄弟张尔误会置身的人 据陆之为被解之后 因为误会一时间无法消除 陈瑜和张尔之间的关系 甚至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于是他黯然地带领手下士兵 归顺了项羽 这封信是他和范增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 才完成的 主题只有一个字 和 直到这封信送出去 他们都瞒着不让项羽知道 为什么要瞒着项羽呢 原因很简单 张汉当初杀了他的叔父 项羽对张汉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在还没弄清张汉心里的真实想法之前 还是先瞒着项羽为好 这封信 充分地展示了陈瑜作为和平大使的非凡才华 首先从秦初的名将蒙田说起 说他如何如何如何的有功 又如何如何的被赵高给害死 然后故事的主角一下子换成赵高了 说赵高如何如何独断专行 又如何如何持路为马 直到最后 才说他张汉如何如何如何英勇 如何如何如何精中包裹 这封信如果站在现代文学的角度来看 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 有对比 拿当年劳苦功高的蒙田来 跟同样劳苦功高的张汉对比 蒙田最终落得个诬陷惨死的境地 那么你张汉 结果会不会是一样的呢 暗域 在直路为马的事情上大作文章 说整个朝廷已经被赵高独揽大权了 黑暗至极 如果此时再把巨路比喻成路 那么马又是谁呢 夸张 张汉如果答应求和 他手下二十几万秦军 就可以免遭生灵涂炭 一名秦军士兵 上有父母下有妻儿 如果只算上最亲近的五个人 二十余万士兵 就将影响一百万人的命运呢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张汉看完了这封信 愣了好半天 这才把它交给了司马兴 这封信要是让朝廷知道了 那是要砍头的 司马兴是聪明人 自然已经明白张汉心里边的想法了 其实经过他那一趟咸阳之行 心里边也早就产生了一个想法 只是一直还没敢说而已 看来呢 现在已经不用再隐瞒了 他重复了一下心里的那个字 和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张汉决定求和了 对于这个南征北战 戎马一生的乱世枭雄来说 做出这个决定 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从当年的不败到连败 项羽已经注定了是他的命中克星 即使这样他仍然没想过背叛朝廷 此时如果朝廷能给他一点点的支持和安慰 他一定会拼了老命和项羽继续斗下去 可是朝廷除了一封陈述他剿匪不力 督促他火速奸敌的诏书之外 什么都没有 赵高早已经把秦二世玩弄于张心了 那么他呢 国已不国 胜了又如何 败了又如何呢 他不过是一枚被赵高任意摆布的棋子罢了 胜了得不到应有的封印 极有可能因功高盖主而被砍头呢 败了就是替罪羔羊死无葬身之地 无论胜负 他的命运都是一样的 爱莫大于心死 这一刻张汉的心是真的死了 秦朝大将军张汉是死了心了 他为了大秦帝国南征北战 最后 却可能被赵高做了替罪的羔羊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张汉决定跟项羽求和 他想啊 这秦朝是怎样的朝廷啊 又让他自己有着怎样的悲哀 他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这么些年来革命之火长久不息 他剿灭了这儿 那儿又起来了 他剿灭了那儿 这儿又起来了 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 大秦王朝腐败到了这种地步 而他这些年又干了什么呢 打败了陈胜吴广旗 灭掉了项梁 这些年他扮演的角色 不就是个刽子手吗 直到这一刻 张汉才发现自己的双手 已经沾满了正义者的淋漓鲜血 现在只有帮助义军一起推翻这个腐败的朝廷 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过 张汉终于醒悟过来了 虽然有那么一点晚了 但终究还有回头是岸的机会 他派出使臣前往项羽营中求和 一听说是来求和的 项羽是火冒三丈 叔父的大仇未报 你倒好 眼下无路可走 居然来求和 白日做梦 第一次求和就这么流产了 但是陈瑜和范增心里边有了底了 直到张汉那边已经搞定了 现在关键是如何搞定项羽 如果当面跟项羽再进言求和的事 以项羽的火爆脾气 那效果肯定不好 于是范增采取了等的战略方针 既然求和不成 那接下来双方再开打吧 张汉此时已经不愿意再跟革命义军为敌 因此项羽的几次进攻都以胜利告终 项羽生了 但脸上并没有一丝笑容 因为这时候他突然发现 军中的粮草供应不够了 要行军打仗 就必须先解决兵士们的温饱问题 张汉那边的处境就更差了 由于他廉耻败仗 知道自己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如果退回朝廷去 赵高他们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后退的路就是死路一条 那前进的路又被项羽给封死了 张汉在生死存亡的这一刻 再次面临着选择 最终张汉又一次鼓足了勇气 请求求和 这一次他派出的和平大使是司马兴 当年司马兴曾救过项羽的叔父项梁一命 因此项羽对司马兴是心存感激 可是两个人叙叙旧拉了家长还可以 一谈到求和的事 他依然会怒不可遏 在他的潜意识里 叔父的血债只有用血来还才行 范增等的机会终于来了 他对项羽进行了不接受求和的利害关系的劝导 项羽眼见自己的粮草供应出了问题 知道再这么打下去 对自己也没有好处 不得已 也只好答应了张汉求和的请求 其实什么求和不求和呀 说白了就是投降 和这个字 首先是陈瑜提出来的 换了个词 虽然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却给足了败军之将张汉极大的面子 让他有台阶可下 我们汉语言真是有魅力啊 什么时候运用什么样的潜词造句 那真是一门艺术 就像在后来 我们看到一些将领 把在战场上屡战屡败 在上报朝廷时改成屡败屡战一样 同样的四个字 只是稍稍换了一下出场的顺序 意思虽然还是差不多 但效果却大不相同了 就和说书是一样的 谁都会说 但是呢 每个人讲出来的感觉又都不一样 就跟作家写故事是一样的 就那些字 就那么马放排列 但是呢 每一个作家排列出来的字 写出来的故事又都不一样了 经过范增的反复开导 项羽是终于解开了心中的那个结 张翰来求和这一天 项羽表现得很是大度 并没有对叔父的仇耿耿于怀 是啊 人的一生当中不可避免的都有很多的恩恩怨怨 但如果都冤冤相报何事了啊 为了大局 为了天下的苍生 为了自己的宏图大业 项羽最终选择了善待张翰 相逢一笑敏 相逢一笑敏恩愁 面对项羽爽朗的笑 张翰原本畏惧的心这才放下 当他要跪拜的时候 项羽却握住他的手 深情地说了两个字 免了 同时就给了张翰一个承诺 将军如若与我携手灭敌 将来同享天下富贵 苍天作证 嘴上说完 相逾接下来来了点时的 封张翰为雍王 直接留在身边当大将用 封司马兴为上将军 统领二十万将军 楚怀王本来就封项羽为上将军的 但此时项羽却封司马兴为上将军 可以说呢 他这时候已经完全摆脱了 楚怀王的控制 实际上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的领导权 项羽这一条巨龙啊 终于腾飞到了半空云中 事实上张翰也对项羽很是忠心 只是他和司马兴包括董毅 后来都再没有当年镇压革命军时那么有作为了 原因有很多 但最主要的是项羽在新安把投降的二十多万秦军都坑杀了 项羽为什么要坑杀这么多秦军呢 后边咱们还会说到 这里还是转到被我们冷落多时的刘邦吧 在项羽巨鹿大败秦军之时 刘邦也走上了西征之路 他的西征之路主要归纳为九个战役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荡北之战 刘邦于公元前二百零七年受楚怀王之命西征 他的西征之路可谓是喜忧残伴 喜的是怀王立下孟约 谁先入关中谁就是关中王 相对于项羽北上面对的是秦军的主力军队 张翰部队 刘邦已经是捡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便宜了 优的是他手下的兵马太少了 当年陈胜王西行大军 比他现在的实力强多了 可最终落得个全军覆灭的下场 如何在孤军深入当中保存自己 这将是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对此刘邦施行了稳扎稳打的战略方针 先拿小城开刀 接连攻克承阳和纲礼 虽然这两座城很小 但对他信心的提高是很大的 接下来又打到了东郡 这期间几乎没遇到秦军的抵抗 非但如此 陈武还率晋万秦兵来想 再加上魏将黄新和吴满两个人 也带着几千人来投奔 刘邦刚出师 军队就增加了两万左右 在这期间 樊快 周伯 观英 傅宽等人 已经出展大将之风采 身先士卒 驰骋将场 随后 刘邦在聚业则 和当地的一支革命军领袖 彭越 联手来攻打昌义 但秦军拼命死守 最终没打下来 刘邦是第一次体会到 革命的不容易 那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 为什么流氓出身的刘邦 居然会在这荡北等地 溜的四五个月呢 一点不觉得疲倦枯燥吗 主要原因是 当时宋义带领的北伐军 在南洋按兵不动 他不进兵 就不能有效地牵制住 张罕的主力亲军 这样一来 刘邦自然也不敢主动进兵了 他一旦暴露目标 引得张罕全力来对付自己 恐怕那时候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再说西征面临最大的问题 是孤军深入 刘邦刚刚进军 自然要先扫平荡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自然能在军 从小时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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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的 我叫你 请不吝点赞 小时 我叫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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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兵布阵 刘邦听了之后 是大呼过瘾 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离一击知恩图报 马上就向刘邦 提出了智取陈柳 这个建议还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他亲自出马 凭着与陈柳县令的老交情 看能不能以三寸不烂之舌 说服陈柳县令 直接在城头竖起白起 如果陈柳县令敬酒不吃 吃罚酒 再采取第二步 他在陈柳县城内 做内应 果然不出李一击所料 陈柳县令不肯数白起 刘邦在李一击 李英外合之下 一举拿下了陈柳 刘邦也不是个吝啬的人 见李一击一来就立下了大功 当即把他的职位定为 广野军 留在身边 看到哥哥一出来 就飞黄腾达了 李一击的弟弟黎商 也不敢落后 当下率领四千多名革命军 来投奔刘邦 作为回报 刘邦大手一挥 弄了个皮匠的职务 给李商当了 因为李一击一流的嘴上功夫 后来他常常被刘邦 派去各国出差 现在工作叫出差 那时候叫使者 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外交官 只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最终因为欺骗罪 被齐王田广处以锅主之行 什么是锅主之行啊 就是把他放到锅里边 用水给他煮了 这位优秀的外交官 结束了他光辉而灿烂的一生 这都是后话了 暂且不提 智取陈刘是刘邦领导的西征革命军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他不但扩大了刘邦革命军的实力 而且为他进一步的西征 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 陈刘得手以后 西径革命军士气大振 刘邦承胜围攻开封 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 同秦王朝开封守将赵壁 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这一战虽然打得赵壁损兵折将 但开封城墙监后难以攻克 正在萧和曹灿利益机 苦司攻城两策的时候 秦朝大将杨雄带领大队人马来支援开封 于是三个人建议 先干掉这一路远道而来的疲惫之师再说 刘邦立刻撤离开封 率军直倒杨雄的落脚地白马 接下来双方在白马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随后双方再战于取鱼 两次战斗 一军都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刘邦的革命军进一步壮大 在开封外围被刘邦打败以后 杨雄退守行仰 秦二世听说之后是大怒 以作战不利为由 把杨雄给斩了 少了一块绊脚石 刘邦当即率领革命军 向六国时韩国的属地扩展 四月进军营水 在营水 刘邦和后来成为汉中三杰之一的大智谋家张良 第二次相遇 两个人是再续情缘 原来当初张良跟着刘邦归顺向良以后 向良为了携天子以令诸侯 用楚王之后为王 楚国就这样复国了 当时其他各国也相继复国 唯有张良所在的韩国没有复辟 于是他暂时告别刘邦 踏上了慢慢的复国之路 韩国在他的努力之下 很快也复辟了 但由于他们人马太少 一直不敢和秦军正面作战 靠东躲西藏打游击过日子 这回听说刘邦带领西征大军经过此地 张良便率领布重 前来支持刘邦 在张良的帮助之下 刘邦占领了原属韩国的大片土地 西征大军是节节胜利 这时候项羽已经成功地消灭了 违巨路的秦军王黎部队 正全力追击张汉部队呢 而赵国将领司马昂强渡黄河 准备先行入关 谁最先入关 谁就是关中王 楚怀王这话不单单是对项羽和刘邦来说的 对其他各路革命军也是一样 刘邦顿时就感觉火烧没貌了 他为了争先入关 从营水北上 首先占领了平银 控制了黄河渡口 看你司马昂还往哪进军 接着 刘邦又进军洛阳 企图由此打开通向关中的东大门寒谷关的道路 刘邦的革命军在洛阳东郊和秦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革命军虽然英勇作战顽强拼搏 但是没能取得胜利 这让西晋的形势一落千丈 上一集讲到刘邦的几次小战役 荡山之战 开封之战 营水之战 智取沉流 洛阳之战 这都是一些小战役 并没有像项羽面对张罕主力那样 每一次胜利和失败都会是致命的 所以战斗的过程虽然艰辛 但过程却乏善可陈 因此有的以简单的记录形式就一笔带过了 五次战役过后 刘邦的西行大军已经进行了八个月 先后经过承阳 杠里 承武 昌义 晨流 开封 白马 许鱼 营水 洛阳等十次大的战斗 小战斗更是不计其数 其中攻坚战四次 昌义 开封 营水 洛阳 三次都没能攻克 由此可见刘邦的西征之路 并不比项羽的北伐之路轻松 唯一令刘邦舒心的是 这一路风雨走来虽然艰辛 却很好地壮大了自己的革命队伍 只是此时被阻于洛阳城下 寒谷官渴望而不可及 西行之路就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 依然是困难重重 险恶重重 兵法有云 攻城为下 攻心为上 前面的五次战役 刘邦主要攻城而忘了攻心 这里且来看刘邦西征之行的第六战 南阳攻心之战 进军时间是秦二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二百零七年的六月到七月 张涵已经和项羽进行了多次谈判 一旦双方达成平火协议 项羽的部队就会整装南下 直到关中 这形势对刘邦来说是雪上加霜 由于攻坚受挫 刘邦只好舍弃从洛阳 向寒谷官进军的计划 改到向南迂回 去扣及关中的南大门五官 六月刘邦和南阳郡守展开了一次大战 南阳郡守被刘邦手下的金兵强将杀得哭爹汉娘 狼狈地逃往晚城 这个晚城就是现在的河南南阳 刘邦这次似乎总结了以前攻坚战失败的经验 决定实行大跃进 绕开晚城 直接向五官进发 以减少进军关中的时间 在这关键时候 张良不失时机地站出来了 他直接对刘邦说 你不能这样进军 可能当时他心里边一着急 全然不顾他是一下对上的身份了 刘邦也不生气 赶紧就问他为什么 张良讲述了大跃进士的进军后果 南阳的秦军虽然败了 但主力还在呢 现在不打晚城就向五官进发 便会陷入秦军的前后夹击 到时候我军进退两难就危险了 是啊 欲速则不打 刘邦对这位具有很高军事才能的 大谋臣是言听计从 连夜折回来攻打晚城 郑可谓歪打正找 秦军猝不及防 晚城是岌岌可危 郡守走投无路 只好派陈辉到刘邦那儿 谈投降的事 陈辉不辱使命 义正词严地向刘邦转达了 郡守提出的投降条件 刘邦欣然接受 当时还郑重宣布 允许南阳守军归顺 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这就是后人称之为 所过无略的高级招降政策 这个政策的出台很大程度上 归功于陈辉 于是他被刘邦封为千户之四 为了稳定人心 封那个郡守为阴侯 继续守晚城 所过无略的政策一实行 归降的人是络绎不绝 齐义军兵不血刃的 就占领了丹水 湖城 丽城 西城各地 七月底 西征革命军是浩浩荡荡的 向五官进军 这时候已经到了 公元前207年8月 这时候的秦军大将张汉 已经跟项羽投降了 秦朝危在单膝 而五官就好比是关中咽喉 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刘邦如果能夺下五官 进军咸阳指日可待 由于刘邦采取了 攻心的超级战术 西征革命大军进展顺利 很快关中南大门五官 就宣告失守 五官告急的时候 咸阳人心惶惶 自然乱得像一锅粥似的 秦二世直到这个时候 才感到大事不妙 但是回之晚矣 那个原本一直在他身边的赵高 突然间消失了 他那知道啊 生病的赵高 此时正在进行 复杂的思想斗争呢 刘邦在攻城前 不但向五官的守将攻心 而且还派人向赵高 进行了策反 赵高严见着秦朝大事已去 只好装病不上朝 躲在家里边想 今后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是啊 他原本一介不一 家境贫寒 从小受尽了人间冷暖 十二岁那年 朝廷招收工人 他瞒着父母报了名 当时他报名的想法 很简单也很单纯 就是为了自己有一口饭吃 改变家里贫困的现状 他怎么也想不到 就是这次报名 改变了他的一生 使他成了一个流传千古的人物 因为他长得眉清目秀的 被宫里的官人给相中了 先是静身 然后学礼仪 从此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太监 后来他凭着不懈的努力 再加上秦始皇对他格外的赏识 他就青云直上 坐上了中车府令 再后来他感到秦始皇 一天一天的老了 他凭着敏锐的感觉 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 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个道理他是明白的 他见秦始皇偏爱幼子胡亥 马上就把工作重心 转到了专攻胡亥上 就这样 帮助胡亥夺得皇位之后 他的权力也达到了顶峰 可是 世上的事风云突变 刘邦的到来 把他打回了原形 他知道此时秦朝已经无力回天了 昨日的辉煌将永远成为过去 刘邦诱惑的条件就摆在他的桌案上 事成之后 供奉关中 对于一个即将国将不国 沉将不沉的秦王朝来说 这样的条件 无疑是很有诱惑力的 就在赵高有所动摇的时候 秦二世真是失实物 为了早点减轻自己的罪行 来了个推波助澜 听说刘邦的革命军 都打到无关了 这不火烧美貌了吗 却老是不见赵高上朝 一只软弱无能的胡亥 终于强硬了一回 他直接派人去职责赵高 说他镇压不力 在赵高的眼睛里边呢 胡亥一直是一只温顺的小羊羔 小羊羔也会怒吼 赵高就不干了 胡亥这小子 是在追究我的军事失败责任呢 是啊 现在朝廷当中再没有替罪高扬了 难道秦王朝最终倒塌的一切罪名 都要由我来承担吗 不 承担这一切的 应该是你软弱无能 荒淫无道的胡亥才对 把胡亥杀了 把一切罪过都推到胡亥身上 再投靠刘邦 还可以弄个除暴君的功名 赵高最终的想法就这样定型了 于是 他弟弟赵成和他女婿严勒 成了这次刺杀行动的主要负责人 一切按赵高的布置去做 严高带一队人马入宫 借说宫里发生了变故 受皇帝之命前来抓贼 先杀掉所有阻拦者 硬闯入皇宫之后 再把秦二世给就地解决 事实上证明 赵高果然料事如神 皇宫大门两边站着的那些卫士 不经抵抗就成了刀下之鬼 严勒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 就闯进去了 等醉生梦死的秦二世 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已经是身陷淋雨 当然 别看秦二世一生懦弱无能 但死的时候却大意凛然 不用言乐出手 居然是自己挥刀解决的 在刀入脖子的那一瞬间 他还拼尽了全力说出了四个字 丞相误我 当真是悲壮之急 秦二世死了之后 秦始皇的弟弟紫英被立为秦王 并没有立为皇帝 可是呢 老谋深算的赵高怎么也想不到 就是这个他精心挑选来当傀儡之王的紫英 让他马施前提 结束了一切还没实现的梦想 因为紫英上任之后 非但没感激赵高 相反心里边对赵高是深恶痛绝 他这些年清楚地看到赵高拔弄朝纲 致使秦王朝一步一步走向了灭亡 赵高不处 大秦的江山早晚要晚 但严建朝中的人都是赵高的人 紫英知道想叫别人来帮助铲除赵高 那是不现实的 这时候 他两个弱贯之年的儿子派上用场了 别看两个儿子还是少年 但从小在父亲的教导之下 读书习武 只为有一天能为秦始江山效力 现在正是要出力的时候了 父子三人就开始了清军策的密谋 没过多久 机会来了 朝拜祖庙的日子马上要到了 传闻赵高准备在下毒手 拿下并不听话的紫英头颅 去和刘邦谈判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紫英知道机会就摆在面前 他和赵高都是一半对一半 生死就在一线之间 可惜的是 赵高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生死较量 在他的眼睛里边 杀掉紫英就跟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他哪里知道蚂蚁逼急了 也有咬人的时候 拜祖这一天 赵高等人在庙中是左等右等 就是不见紫英来 派人去请 说是病了 早不病晚不病 偏偏这个时候生病 赵高是怒不可遏 转身就向宫里边走 这一去就成了赵高的永别了 因为紫英的两个儿子 就伏在紫英的文章后边 趁赵高居高临下责骂紫英的时候 就地把他给解决了 万恶不赦的赵高 终于尝到了刀刺进胸膛的感觉 树倒狐顺散 赵高一死 赵氏集团杀的杀逃的逃 随之就土崩瓦解了 紫英除去赵高以后 调查中能用之人都来摇关 和刘邦西征革命大军最后的决战 是一触即发 摇关位于武关一溪 他前距摇岭后以溃山 是关中和南阳间的交通咽喉 也是秦朝政治中心咸阳的最后屏障 这时候秦二师已经死了 秦朝是微如卵石 一到摇关 刘邦和张良就像夫妻两口子 闹别扭似的 刘邦主张强攻 张良主张智取 众将是哗啦啦地站在了张良一边 刘邦的脸面上虽然有点过不去 但他还是十大体雇大局 采纳了张良的意见 确定作战路线之后 张良调查到摇关领兵将领是一个纹固子弟 刘邦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该怎么做了 只是他心疼了好一阵 才拿出一箱奇珍异宝出来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外交官李一基先生了 李一基对这种外交可谓是德心应手 在去之前 先是在四面山上插满了旗帜 作用不言而喻 让敌人有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 为自己的说服工作做后盾 然后才带上那一箱子奇珍异宝 偷偷地混进了摇关城 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那位秦将建了那么多的珠宝 当即向立一基拍胸表态 我自愿加入刘氏起义队伍 稳住摇关的守将之后 张良又建议刘邦实行兵不厌 反诈的进攻计划 其实是担心秦军守军 不肯跟从将军一起反秦 连夜派出革命军绕过溃山 去袭击摇山秦军的后路 前期工作准备好之后 刘邦手下所有名将轮番出动 双方共交战了两次 以秦军大败高中 摇关失守 秦朝的最后一道防线高破 咸阳就像一个裸露的婴儿一样 暴露在西征革命大军的眼前 刘邦站在咸阳东部的坝上 面对眼前近在咫尺的咸阳 还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 是啊 历经一年 西征路上凶险重重 在众多良辰猛将的支持下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到这儿 真不容易啊 只有付出了才会得到回报 刘邦这时候才真真切切地 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咯 咸阳就在眼前 西征的革命义军们 压抑不住内心狂喜而炙热的心情 都一副磨刀祸祸的样子 大有随时准备拿下这座 近在眼前的城池之事 可是 此时的刘邦已经不再是西征之初 那个猛打猛攻的刘邦了 这一年不断地征战 让他学到的太多了 攻城为下 攻心为上 这把个字看起来简单 但要真正做起来却很难 从李一纪第一次教他智取沉流开始 到张良不断用智取 教他快速而实惠地拿下南阳 武官 摇官 也是因为这样 他的西征大军 快鱼 项羽等所有革命大军 最先到达了关中 如今梦寐以求的咸阳 就在眼前了 刘邦却并没有直接选择攻打咸阳 在耳濡目染之下 他已经不知不觉地 把张良的那一套攻心之术给学来了 反正已经毫无悬念了 张良这回干脆来了个袖手攀官 于是 刘邦搜长瓜度 忙活了大半天 才写出了一封给紫英的信 书信的中心思想就是 紫英啊 你已经被包围了 只有投降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这封书信被人送到公子英手上之后 公子英待在龙椅之上 是半天都没动弹过 应该说公子英是一个 很有才华和大志向的人 可是他生不奉食啊 如果早点让他来当秦王 或者说是皇帝 相信凭着他的能力 一定会把秦国治理得国泰民安 可是呢 二世胡亥 已经把大好的江山 给毁得不成样子了 三年的时间里 胡亥是醉生梦死 荒淫无道 赵高是直路为马 权倾朝野 逼得各地方起义不断 而我们幽国幽民的公子英 却夜不能寐 一入侯门深似海 大家只看到皇家人的风光和体面 却看不到身为皇家人的苦楚和无奈 无往今来 帝王将相或为争权夺势 或为社稷安危 一旦皇宫有变 就将株连九族血流成河 公子英感到很无奈也很无助 最开始他还是试图负于顽抗 因为他不甘心 祖祖辈辈辛苦打下来的江山 就这样毁在自己的手里 可是呢 摇关之战 他倾尽咸阳所有能战斗的兵力 去防守 最终也没能守住 从这里他明白了一点 他知道再凶险的关口 再坚固的城墙 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 人心才是最重要的 秦朝当年的建设工程 搞得太多了 再加上科捐杂税 和一些饶国伤民的政策实行 全国百姓的心都向着革命这边 秦王朝的气数 终究是要到尽头了 这时候已经不是人力 所能逆转的了 更何况 是手无腹肌之力的他呀 罢了 罢了 与其做无谓的抵抗 倒不如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公子英握笔的手在颤抖着 他知道他这一笔下去 秦朝就将彻底画上一个句号了 罪人也罢 无言面对祖辈也罢 子英是欺人一笑 闭上眼睛 用那只颤抖的手 写下了一个大大的祥字 出祥的这一天 子英是白衣白袍 白领济紧 整个人是一身的白 再加上乘着白马速车 连天空也是白色的 气氛沉重而又压抑 如果不是刘邦那一身 鲜艳欲滴的红衣红袍 还真以为这个世上 就只剩下白色这一种颜色了 白色是一种死亡 悲伤 阴郁之色 红色是一种喜庆 快乐 幸福之色 白色缓缓地向红色靠近 终于两种迥然不同的颜色 靠在了一起 红色立即遮盖住了白色 一袭白色的子英跪拜于地 能不被傲然而立的 刘邦火红之色给遮盖住吗 刘邦以胜利者的高昂姿态 接过了子英双手呈上来的玉玺 一个小小的玉玺 宣告了一个国家 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 而两种不同的颜色 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身份和地位 大秦王朝就这样 画上了一个句号 刘邦骑着雄壮宝马 在文武重将的拥促之下 缓缓地走进了咸阳城 城中的老百姓很识时误 夹道欢迎这个新来的君王 这一刻流氓出身的刘邦感动了 眼睛突然间一热 一股热流就要往下滚 是啊 当年那个出身在农民家庭的穷娃 当年那个整天无所事事 放荡不羁的不良少年 当年那个半夜三晶 总是往寡妇房里钻的偷情者 当年那个守在四水亭为人民服务的小小亭长 当年那个没花一分钱 却娶了一个富得留有老婆的大骗子 当年那个人气吞声 尾身于向梁手下的折服者 如今却风风光光 潇潇洒洒地带领着几十万革命军 进入了咸阳这个他一生中最神往的地方 当年他那句大丈夫当如事也 犹在耳畔 却不料那发自内心的感慨 却一语成衬 当年秦始皇的地盘 如今已被自己踩在脚下了 对于已到不惑之年的他来说 还以为他的一生就将碌碌无为地过完呢 可转眼之间 他变成了关中王 帝王将相中的王啊 人生就是这样 命运之神一旦垂青 连自己都感觉是在做梦一般 此时 他强忍着感动的泪水不让他流出来 当即向众人挥手示意 当即就开始发表旧职宣言了 父老苦倾磕法久矣 诽谤者族 欧语者弃士 无语诸侯曰 先入官者亡旨 无当王冠中 于父老约法三章耳 杀人者死 伤人及到底罪 于兮除去秦法 诸历人必按读如故 凡昭所以来 为父老除害 非有所侵报 无恐慌 且无所以还君罢上 得诸侯治而定约束尔 这都是实际高祖本纪里的原话 这也就是刘邦的约法三章 其实他的话也是简单易懂的 大家只要牢记画里的忠心思想 杀人的要处死 伤人的和抢劫的都要治罪 那就行了 对于受尽秦朝压迫的老百姓来说 刘邦一进城就颁布的约法三章 让他们是大喜过望 他们纷纷从家里牵牛羊 吃美酒 来慰问革命军事 刘邦推托说 为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 坚决不受 因为这刘邦作秀的功夫一流 观众百姓 无不对他称赞有加 得民心者得天下 就这样 假惺惺的刘邦 在一系列的伪装之下 一到关中 就受到了百姓的拥戴 这为他日后和项羽争天下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刘邦得民心不一样 此时的项羽 却在得到了秦朝的 强力大将张罕之后 干了一件大失民心的事来 在前边我已经讲过了 秦始皇在求长生不老丹 未果之后 迁怒于所有的儒生 先后两次 坑杀了几千名儒生 坟叔坑儒这一事件 惊动了老百姓 整个世人全惊动了 秦始皇的罪名 从此又多了一项 当然了 集体坑杀活人 这并不是秦始皇首创的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秦国在攻打赵国获胜之后 秦朝大将白起 在长平坑杀了赵兵四十万 四十万人呢 想想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更何况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来 四十万人被坑杀的时候 那是何等的悲惨场面 是人命如草剑 是人命如蝼蚁 这对人性本身来说 可悲可怜又可叹 可是呢 项羽似乎也不甘落后 把目标瞄准了张罕投靠过来的 二十多万秦军身上 张罕当年东奔西党 四处镇压革命军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用事实证明 他率领的是一支铁打的王牌之士 军中的士兵 多半是常年在离山服役的囚人 长期的压迫和超负荷的劳动 练就了他们的蒸蒸铁骨 磨练了他们的坚韧毅力 从而造就了他们非凡的战斗力 当他们从暗无天日的地底下 释放出来时 他们的想法就只有一个 只要给他们一口饭吃 他们就会在战场上拼到底 比起那痛不欲生的福意来 打仗算是轻松的活了 有义穿 有饭吃 还有军饷发 父母妻儿可以有保障了 如果表现得好的话 还可以升官发财 于是他们就像一群高速奔跑 永远不知疲倦的魔鬼一样 每一战都拼尽全力 每一战都奋不顾身 每一战都是舍我欺谁 也因此每一战都战无不胜 而他们的顶头上司张罕 也没有亏待他们 把获胜的战利品 毫无保留的都拿出来 分给他们 宁愿自己没有衣服穿 也要先给士兵们穿 宁可自己没有饭吃 也要先给士兵们吃 这是一个多么懂得体恤士兵的将军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将军 将军这么爱护士兵 那么士兵同样也敬重将军了 人就是这样 你给予了别人很多 也会收到很多回报 所以张罕在士兵的眼中地位 那是至高无上的 包括皇帝在内 所以张罕万般无奈之下 选择了归降项羽之后 士兵们都选择了跟从他 不离不弃 话题再回到项羽身上 按理说项羽自己 有军队大约二十万 再加上投降的二十多万秦军 他的军队已经有四十来万了 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一个无敌的数字了 项羽和刘邦的关中之争就像归兔赛跑一样 跑得快不一定最先到达终点 而相对来说跑得慢 却一直在跑得 才可能是最终获胜者 巨鹿大胜之后 项羽的前面已经没有大的阻碍了 可是他到了新安之后 却突然停下来不跑了 原因很简单 手下人太多 四十多万人虽然声势浩大 但比起青庄上阵的刘邦来说 他的行军速度简直就像蜗牛爬步一样 革命军和投降军混在了一起 鱼目混杂各怀心事 就是想跑快点 也有些力不从心 当初就是怕出事 项羽才把革命军和降军交叉 安排在一块 可是呢 越怕出事 事情反而越坏 革命军和降军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差别 打个比方 那就好像一个是亲娘养的 一个是后娘养的 地位和待遇自然就不一样了 在项羽的大军当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一个革命士兵翘起二郎腿 对一个降军说 给老子来捶捶背揉揉肩 给老子洗脚 呼来唤去的 就好比他们的佣人一样 降军们自然不服了 一次两次的还不算什么 长辞以往 矛盾就此激化升级了 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在军中传播 投降的秦军想造反 湘羽一听说就不干了 想造反 那还了得 他说完这句话 向身边的英部和蒲将军使了一个眼色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杀气腾腾的眼神 二十多万乡军 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僵尸 第二天 张罕 司马新 董毅 三个仅存的将领 闻讯使垂胸顿族泪如鱼下 也许是受这件事的影响 张罕从此不复当年的神勇 司马新和董毅也再没干出和他能力相衬的事情来 也许在二十多万秦军被坑杀的同时 他们三个人的心也随着死了 让项羽始料未及的是 处理掉那二十来万累赘的秦军之后 他们前进的速度并没有因此而变快 相反变得更加果足不前了 因为当时坑杀二十万秦军的事 还处于瞒报阶段 关中一带的人很少有人知道 面对这样一支威武雄壮之师 天下百姓无不翘首以待 乡军所到之处 闻风来头的人是络绎不绝 于是坑杀了二十多万人 很快在路上又捡到二十来万人 韩谷关由义夫党官万夫莫开之险 此时的韩谷关上惊奇飘扬 不是大秦的旗帜 而是一面画着牛头的大旗 城头换大旗 这意味着什么 项羽这才知道 原来是比他大十四岁的 结拜兄弟刘邦 已经先踏一步 到达了关中 城门紧闭 他这支成功打败 秦军主力的威武之师 雄壮之师 胜利之师 并没有得到他们 想象中的热烈欢迎的一幕 开门 项羽心里边不痛快 拍了拍马 独自到城门边一声怒吼 他的话音刚落 突然听到嗖的一声 一支长剑落在了他的身前 配公有令 没有他的同意 任何人不得入内 一名将军模样的人 站在城墙之上 威严地说着 很显然 刚才那支长剑 就是他射给了项羽示威的 可恶的刘邦 欺人太深 给我拿下这座城再说 项羽是一声令下 手下几十万士兵 就跟潮水一般的 往城边涌过去了 项羽能不起吗 那城上的守军 本来就只有区区几千人 所以呢 项羽不费吹灰之力 就拿下了这座万夫莫开的城 进了城 项羽是鱼怒未消 火大了 今天这个闭门羹 让他怒气冲天 非要找到刘邦 把他碎尸万段才解恨 这时候 负责四处收集情报的人 派上用场了 他们给出了刘邦 所在的准确位置 刘邦的大军并没有在咸阳 而是驻扎在坝上 完成了